第201章 皮灯女二 村长的确加了钱 但是村长也附加了条件 他让昭帝的父母拿着村长的名字 让昭帝看着哭出来 这样 村长就会得到福运 可遗憾的是 昭帝在仪式途中眼泪已经流干了 如今他根本哭不出来 于是 昭帝的父母为了村长给的几百块钱 竟用刀在昭帝身上划出伤口 昭帝最后痛到差点晕厥过去 这才流下了眼泪 后来村长果然得到了福运 他在外打工的儿子听说得到了老板赏识 直接升了主管 村长高兴坏了 村民们一听提灯女哭果然有福运 便都跑来让昭帝哭泣 昭帝哭不出来 他们就想办法折磨昭帝 再后来 那些村民果然也都得到了福运 不过人总是贪心的 于是来折磨昭帝的人更多了 昭帝就在村民们的折磨下 死在了他12岁这年 没有人知道 提灯女哭虽然会给对方一些福运 但福运是用对方的寿命换取的 并且对方越贪心 被抽走的寿命也就越多 昭帝死了 死的时候怨气极深 很快就成了真正的提灯女 她每天深夜都会提着灯笼 去寻找那些曾经找她求妇的人 那些村民每一个都会以一种 很恐怖的姿态死在家中 提灯女杀的人越多 怨气就会越深 出现的时间也就越长 据说 夜晚看见的绿色灯光 就是提灯女手中的灯笼 凌然灿烂一笑 以上呢 只是故事 大家不必害怕 诺诺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凌然 故事 可那些村民真的全部死了 刚才那个小哥哥 马上也要死了呢 不过诺诺猜得到大师兄这样 说是怕吓着大家 所以没有拆穿大师兄 卧槽 我都吓尿了 结果你说是故事 其实我不觉得可怕 我只是觉得 那个叫做昭帝的小女孩 很可怜 她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 也没办法选择自己的人生 呜呜 昭帝好可怜啊 希望她下辈子投个好胎 有爱自己的父母 走出大山 好好学习 有美好的人生 等等 大师兄都说是故事了 你们怎么 大师兄说是故事 你们信吗 反正我不信 我也不信 其实我想说 那个村长真他们该死啊 昭帝当时该多绝望啊 呜呜呜 没关系 坏人都会死的 可是昭帝杀了人 他不会被惩罚吗 凌然心中叹息 他就知道 大家不会相信 这是一个故事的 会 但是他下一世 依旧会很幸福 呜呜呜呜呜 判官大人 肯定是好人 烏… 前面的你说错了 判官是鬼 盗尔斯 说顺嘴了 实际上 判官是 鬼神 比一般鬼 牛逼多了 可以说是鬼 也可以说是神 那刚才那个男娃真的有一线生机吗 对哦 你不说我都忘了 凌然点了点头 有的 毕竟她对提灯女仪式没怎么参与 只要真诚忏悔 招地会放过她的 其实说到底 招地还是心善 提灯女仪式虽然让观众们很难受 但好歹坏人们都得到了惩罚 最后的结局也还算不错 观众们也就没多说什么 很快 诺诺再次寻找了一个有缘人 第202章 癞蛤蟆想天鹅 那边似乎纠结了很久 最终网友们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对方这才刷出了一个礼物 很快 诺诺和对方接通了连线 屏幕中出现一个看起来容光满面的女人 女人怀中抱着一个七八岁大小的男孩 不等诺诺和屏幕对面的女人做出反应 小男孩率先出声 妹妹 好看 女人看了一眼小男孩满怀笑意的脸 无奈地笑了笑 眼底是对自家儿子的纵容 不好意思小朋友 我儿子比较喜欢你 女人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但眼底却没有任何歉意 甚至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 男孩扯了扯女人的衣袖喊道 妈妈 我要妹妹做我老婆 给我生孩子 女人洋装生气地捏了捏男孩的小脸蛋 瞎说什么呢 你现在还小 毛都还没长齐呢 明明是责备的语气 却听不出任何责备的意味 男孩一把拍开女人的手 面容扭曲地大喊 我不管 女人不就是专门生孩子的 我就要她给我生孩子 凌然垂在身侧的手突然动了动 大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摩擦着 诺诺知道 这是大师兄生气的征兆 一般大师兄这个样子 就是生气了 女人脸色变了一瞬 她也明白在这样的场合说 这种话很不合适 然而 不等女人做出反应 凌然突然闲着开口 小朋友 想娶我们诺诺是吗 男孩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嗯 凌然冷笑一声 眼底写满了不屑 呵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 你 女人愤怒 想说些什么 却被凌然眼疾手快地挂断了连线 呸 等死吧你们 你们这种人不配我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营救 凌然咬牙切齿地将人踢出了直播间 并且拉黑了对方的账号 随后 凌然又将对方刷的礼物给退了回去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收了钱他们就得办事 但是凌然并不想就这两个东西 卧槽 什么情况 妈的 那个小男孩说话好没礼貌啊 还小男孩呢 楼上的你素质挺好的 换我 我就喊他小B仔子 什么思想啊 还女人本来就是用来生孩子的 难不成那个小B仔的妈也是被这样利用的吗 真的好无语啊 第一次这么讨厌一个小孩子 那个小B仔年纪也不大 估计都是父母教的不好 我看何止是不好啊 这简直就是父母在乱教 大师兄骂得好 我也好想骂他们 什么东西啊 我真服了 长得丑 就算了 长得丑还出来吓人 就是他不对了 我们诺诺有钱有颜背景强大 根本就不需要嫁人好吧 目前为止 我们华国没有哪个男人比得过白总 所以我觉得没有人配得上诺诺 我也觉得 诺诺将自己胖乎乎的小手 塞进凌然宽大的掌心中 笑容甜甜道 大师兄 不气不气 凌然勾唇一笑 顺势捏了捏诺诺肉嘟嘟的小手 嗯 大师兄不气 他的确没必要生气 反正那对母子也离死不远了 嗷嗷嗷 诺诺好可爱 暖心小幼崽再现哄人 嗚嗷好羡慕大师兄 我也想被诺诺哄 我其实很好奇 刚才大师兄说不想就那两个人 是啥意思 凌然 他们印堂发黑 有血光之灾 其实他这话还算保守 实际上对方表面看起来没事 瞳孔却开始呈现灰黑色 这是将死之相 破解血光之灾并不困难 但破解对方的死局就有点麻烦 更何况对方惹上的还不是一般的鬼怪 而是歇女 另一边 小男孩发现 诺诺漂亮的小脸蛋没了 开始不依不饶地闹腾 一开始 女人也就是他母亲不小心点进了直播间 小男孩就被诺诺深深地吸引了 并且闹着要诺诺做他的老婆 后来女人莫名地被抽中成什么有缘人 女人向来不信什么鬼神之说 所以在清楚诺诺是做什么的之后 是打算退出直播间的 但是他儿子不允许 非要吵着和诺诺连线 最后他实在是被吵得没办法了 况且这又是自己唯一的儿子 只能宠着 于是这才一咬牙给诺诺刷了礼物 没想到 他们不仅被骂了 还被踢出了直播间 女人恨得牙痒痒 对于凌然的辱骂 小男孩不以为意 甚至叫嚣着要把诺诺抓来自己家里 做自己的童养席 对于小男孩的想法 女人的确是有些无奈 但这又是自己宠了那么多年的儿子 只能哄着 于是女人柔声道 小宝乖 妈妈以后给你找一个 比这个更好看的老婆好不好 我不 我就要 就在男孩吵闹之时 门铃声响起 第203章 歇女 女人疑惑地看向门口 发现一项敞开的大门 今天居然关上了 真是奇怪 他们家是有一些钱的 所以在郊区买了一栋别墅住着 女人走到门口的屏幕前 打开了监控画面 发现门外站着的是自己的丈夫 于是这才打开了大门 老公 今天怎么 女人的话戛然而止 一根锋利的尾巴 刺穿了男人的肩膀 将男人举在空中 男人惊恐地发出尖叫 女人看清楚 伤害自己老公的东西后 吓了腿都软了 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只巨大的蝎子 看起来至少有两米高 不 说是蝎子也不对 准确来说 是蝎子身上长了一张人脸 那张人脸像是拼接在蝎子身上一样 看起来诡异又恐怖 而刚才刺穿男人肩膀的 就是蝎子身上尖锐的尾巴 男人在挣扎着低头 在看清楚蝎子身上的人脸后 心中大惊 蝎子不给女人做出反应的机会 尾巴一甩 同样刺穿了女人的肩膀 将他和男人穿在一起 接下来 就只剩下一旁 已经吓尿了的小男孩了 小男孩见蝎子已经将目光转向了他 吓了他把腿就跑 可是小孩子怎么跑得过 这样强大又诡异的蝎子呢 于是毫无疑问 一声惨叫之后 小男孩也被串了起来 蝎子并没有在别墅中过多停留 而是带着三人 跑进了别墅的后山之中 越往里走 男人脸色就越难看 女人和小孩在一旁不断地挣扎 然后被蝎子血红色的眼睛看了一眼 就吓得不敢动弹了 女人苍白着一张脸 小声地问道 老公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男人没有回答女人的问题 而是在思考 自己一会儿应该如何逃脱 很快 蝎子在一处地方停了下来 这里四周是茂密的大树 阳光被遮得很严实 几乎透不进来 地上有五个深坑 深坑中 有密密麻麻数不清的蝎子 深坑中的蝎子 似乎对这个长着人脸的蝎子的到来 很是开心 如今正激动地朝着地面爬着 人脸蝎子发出一声奇怪的尖叫 深坑中的蝎子瞬间安静了下来 女人和小男孩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此时他们已经吓傻了 妈妈 突然 一道怯生生的声音传入几人的耳朵 他们费力地向下望去 发现是一个小女孩 站在了人脸蝎子的身后 正用害怕的眼神看着他们 女人看见小女孩的一瞬间 便激动了起来 赔钱货 你怎么在这里 女人不喊还好 一喊人蝎子就不高兴了 她舞动着尾巴 将几人带到了自己的面前 近距离和人蝎子接触 女人被这诡异的模样 吓得差点晕死过去 就是你整天欺负我女儿 人蝎子开口 血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女人 声音沙哑地不像话 她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 女人虽然害怕得浑身颤抖 在人蝎子的注视下 还是不得不开口回答 女人有些疑惑地开口 你女儿 那不是我老公捡来的赔钱货吗 朱光宗 你就是这么对我女儿的 人蝎子很是生气 伸出自己的一只脚 插入男人的手臂中 男人疼得面色猙獰 却还是不忘记求饶 文静 静静 老婆 你放过我 我是有苦衷的 真的 呵 带着你的苦衷下地狱解释去吧 说着 人蝎子尾巴一甩 将几人全部甩在地上 几人被摔得感觉 五脏六腑都要碎了 在男人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人蝎子 已经将他扔进了一旁 兴奋的蝎子深坑之中 深坑中的蝎子们 争先恐后地朝着男人爬了过去 男人不断地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听到男人的惨叫声 女人和小孩抖得像筛子一样 女人现在已经完全猛了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文静是她老公前妻的名字 所以 眼前这个人蝎子 是她老公的前妻 好荒谬可怕的结论 女人完全不敢相信 现在 轮到你们了 人蝎子冷漠地开口 女人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连忙跪地求饶 文静 静姐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不该勾引你老公 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吧 人蝎子的脸 根本算不上是脸 因为她有一大半都是紫黑色的皮肤 所以 女人一开始也没认出来 这就是她老公的前妻 人蝎子冷笑一声 她根本不想和女人争论什么 如果这个女人 只是知三当三 就算了 可恨的是她虐待了自己的女儿 不然 她也不会这么痛恨这一群人 人脸蝎子尾巴一扫 将女人和小男孩 一同扔进了男人所在的深坑之中 只要你们杀了另外两个人 我就让活着那个人上来 人脸蝎子冷漠地丢下这句话 然后叫来自己的女儿 好整以暇地 看着这对虚伪的夫妻 自相残杀 男人虽然被蝎子咬了好几口 但蝎子的毒素 一时半会上不来 他又一直以来都有健身 即使在充满蝎子的深坑之中 人蝎子看着这样的结局 放声大笑 看看 这就是那个在外面风光无限的朱总 如今为了活命 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自己的妻儿 一如当年她为了求财 毫不犹豫献祭她的生命一样 第204章 蝎女二 人蝎子信守承诺 将男人捞了起来 人蝎子开心地问着一旁的小女孩 乖乖 你想不想杀了她 小女孩毫不犹豫地说道 想 男人还没缓过神来 就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 她痛哭流涕 绝望地求饶 闺女 我可是你爸爸呀 你不能这样对我 但是人蝎子并不给她逼逼赖赖的机会 一个甩尾将她再次扔进深坑之中 她只是说要将活着的人捞起来 可没说会放过对方 男人最终还是死在了充满蝎子的深坑之中 人蝎子开心地笑了 她终于报仇了 其实在五年前 她还是正常人 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当时 丈夫虽然不算有钱人 但一个月的工资也足够补贴家用 而她当时也怀上了孩子 期待着自己与丈夫的爱的结晶 只不过 丈夫在自己怀孕之后 工作就变得更忙了 她一开始以为 丈夫是真的忙于工作 直到小三和丈夫的床照 发到了她的手机里 她这才明白 丈夫背着自己做了什么 当时的她并没有大吵大闹 只是将自己收到的照片 给丈夫看了看 丈夫看了之后 居然理所当然地认为 自己只是犯了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从那一刻开始 她就对这个道貌岸然的丈夫 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 只不过 当时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再打胎也是不现实的 于是她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生下孩子后 她原本打算和丈夫离婚 自己带着孩子独自生活 没想到 丈夫竟然从一个 所谓的大师那里 听说了一种竖法 据说 只要她能够做出歇女 就能得到财运 于是 丈夫在女人坐月子的最后一天 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抱在怀里 并且威胁女人 完成她的竖法 女人本不想答应 可是丈夫竟然为了财运 想摔死自己的女儿 女人为了自己的女儿 最后做出了牺牲 要成为蝎女 必须找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 在她月子的最后一天 让她用周身的血腥气吸引蝎子 被蝎子啃食 鼓泻相拢 期间 女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怨气 否则就没办法成为蝎女 蝎女自然是成了 男人也从此平不清云 扶摇直上 四年来 男人一直不允许自己的女儿 离开家门半步 因为她害怕蝎女不听话跑出来 到时候 自己就没办法 用女儿威蝎蝎女了 而自己的女儿 这四年来的生活的 也格外的艰难 男人自然是重男轻女的 所以对于这个女儿 她一点也喜欢不起来 对于小三和儿子 欺负女儿的行为 她也是当看不见 小女孩在长期的打压下 变得沉默寡言 男人倒也落得清净 在前不久 男人的事业稳定后 她就趁着夜色出门 拿着工具 将蝎女砍成了五块 分别丢在不同的深坑之中 蝎女就无法动弹 她的财运依旧会到来 只是没有完整的蝎女效果那么好 但好歹是解决了一个隐患 也不怕蝎女报复了 男人看着面如死灰的蝎女 心满意足地走了 但她却没有发现 自己的女儿跟了出来 并且目睹了全过程 从男人的口中 女儿也明白了的生母 就是眼前这人脸蝎身的怪物 不 她的母亲不是怪物 家里那个勾引有父之父的小三 才是怪物 女孩强忍着内心的恐惧 从充满蝎子的深坑之中 将母亲捞了起来 深坑中的蝎子也不知为何 竟然全都温顺地没有伤害她 甚至在明白她的意图之后 全都主动地将蝎女的身体扛了起来 在小蝎子们和女孩的努力下 蝎女的身体被完整地拼凑了起来 神奇的是 蝎女竟然又成为那完整的蝎女 她的身体自动粘合在了一起 又经过几天的休养 蝎女恢复了力量 也明白了自己女儿这么多年 遭受的都是非人的待遇 第205章 炸裂事件 怒火中烧的蝎女 决定将那恶心的一家三口 全部丢进深坑中 为她的蝎子宝宝 于是乎 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只不过 蝎女终究不是人类 她想了想 自己的女儿 不可能一直跟在她身边 于是她决定将女儿 送到自己母亲家中去 从今以后 希望女儿健康喜乐 无忧无虑地长大 对于蝎女的事情 网友们虽然好奇 但凌然也没多说 只是告诉大家 做了坏事就要接受惩罚 此时 凌然突然心头一跳 一股不好的预感降临心底 凌然立刻掐指一算 随后茫然地睁开眼睛 好奇怪 什么也算不出来 甚至连大概的方向都算不到 无奈 既然算不出 凌然只好放弃 不一会儿 诺诺又找到了一位有缘人 对方很爽快地刷了礼物 随后申请连线 连线接通后 屏幕中出现一个 看起来289的男子 男子脸色并不好看 甚至有些颓然 看起来像是受到了 很大的打击 诺诺看着男子的模样 感觉有些不对劲 于是掐指一算 好吧 果然很不对劲 男子也不管诺诺在做啥 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我好像真的很废物 我这一生碌碌无为 我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 我没有工作 没有老婆 现在也快没命了 啊 发生了什么 小哥哥别这么颓废 没有什么问题是过不去的 对呀 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 大家一起帮你想办法 你可别寻死哦 世界这么美好 你可别想不开 对呀 实在是不行 我可以资助你一些的 诺诺歪了歪头 心底有些疑惑 可是 不工作只拿钱 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呀 凌然嫌弃地扯了扯嘴角 你看 三岁小朋友都比你懂事 嗯 这是什么发展 啥意思啊 我突然看不懂了 这有啥看不懂的 肯定是这男的想不劳而获 诺诺哥这教育他呢 原来是想不劳而获呀 那没事了 男子低下了头 似乎有些愧疚 对不起 我也不想这样的 但是我就是做什么都觉得很累 我只想躺着玩 我知道这样不好 但我好像确实 我也只想躺着玩 但是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 大家想想就行了 就是就是 诺诺乃声乃气道 小哥哥主动认错才是好孩子哦 凌然 自首吧 至少还能减刑 男子 好 随后 男子放下手机离开 诺诺也挂断了连线 啊 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就提到自首了 卧槽 这孩子是真听劝啊 让他自首他真的去 所以他干啥了这是 凌然 他杀人了 卧槽 卧槽 我去 看不出来呀 这么猛 何止啊 他手上还有血 我刚刚看见了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 所以不敢吭声 嗯 我也看见了 卧槽 他不会刚杀完人吧 凌然默默地点了点头 卧槽啊 现在杀人犯都这么听劝了吗 嗯 怎么不算呢 震惊我八百年 凌然眉头一挑 就这 这就震惊了 他算了一下那男子杀人的原因 才是把他震惊到了 那男子有个堂哥 堂哥年纪比他大了一轮 堂哥开了一个工地 他跑去堂哥工地上班 发工资的时候 还给堂哥送了礼 就是想着 让堂哥多照顾照顾他 堂哥也确实照顾他了 只不过是给他派的活轻松了一些 但是他并不满意 因为他想躺着拿钱 他甚至觉得理所应当 堂哥当然是没同意 于是他一气之下 墙上了堂嫂 对于这件事 堂嫂没有说出去 而他过了一段时间 也就回了老家 回老家后 他谈了个对象 堂哥堂嫂没多久 也回了老家开了饭店 堂嫂似乎对他有对象这件事 有些吃醋 于是跑来各种给他送吃的 而他也有些心动 又过了一段时间 堂嫂发现堂哥染上了病 逼问之下才知道 堂哥在外面找了小姐 于是堂嫂闷闷不乐在外买醉 醉酒以后找上了他 并且又和他发生了关系 由于他是无业游民 堂嫂就说服堂哥 让他去他们的饭店帮忙 没想到 他撞见了堂哥打骂堂嫂 当时他便火冒三丈 堂哥打骂了堂嫂之后 似乎不过瘾 转而又骂他窝囊一事无成 于是他一气之下 在堂哥午休的时候 提到抹了堂哥的脖子 看到堂哥流了好多血之后 他也瞬间清醒过来 不愿面对现实的他 跑到了街上 第206章 林清风被绑 鬼使神拆的他 拿起了手机 点进了诺诺的直播间 不过还好 他的确听劝 对今后的量刑也会有好处 凌然在直播间告诫着大家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一气之下 做出什么 让自己后悔终身的事情 话音刚落 凌然心头又浮现了不好的预感 凌然再次掐指一算 依旧是什么都没算到 很奇怪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明所以的凌然 决定给林清风 发去消息询问 然而消息发出去之后 凌然许久都没有得到 林清风的回复 此时 凌然心底的不是越发的强烈 一般心中出现不好的预感 要么就是至亲之人出了问题 要么就是有邪碎作怪 不过目前的情况来看 大概率是师父出了什么问题 诺诺似乎也感受到了什么 笑着和大家说了再见之后 就关闭了直播间 凌然 诺诺 你算一下师父在哪里 诺诺 好搭 随后 诺诺心中念着林清风的生辰八字 手上不停地掐算着 诺诺皱皱着眉头 小嘴撅了起来 小乃音有些低沉 师虎虎被绑起来了 在静香园乘乘号 凌然当机立断 走 我们去看看 他当然不觉得自己那个不着调的师父会出问题 只是想看看谁胆子这么大敢绑他师父 诺诺 好 凌然就奇了怪了 为什么自己算不到师父的相关信息 诺诺就可以算到 果然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诺诺 还能算到更多吗 诺诺摇了摇头 不能了 不过师虎虎看起来很生气 管家时刻关注着诺诺的动态 看见诺诺和凌然起身往外走 于是连忙上前 小小姐 您要外出吗 诺诺乖巧点头 对呀 张爷爷 管家 是要去静香园乘乘乘号吗 诺诺 是搭是搭 管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地方如今是木老爷子的侄子在居住 凌然 多谢张爷爷提醒 那我和诺诺就先走了 管家 好的 需要为您安排司机吗 凌然 要的 管家立刻安排了司机小刘在车库等待 随后将诺诺和凌然送上了车 白莫涵听着管家的汇报 烦躁地捏了捏眉心 诺诺长大了 用不上他这个老父亲了 诺诺这边刚离开不久 王氏的人就带着欺负过诺诺的小胖墩和老婆来求饶来了 然而 他们连大门都进不去 就被安保人员给轰走了 对于这种公司快破产了 就跑来求白总的人 安保人员见得太多了 他们甚至都懒得看那些人表演 干脆利落地把人给插了出去 王氏的人本来还想挣扎一番 然而大块头的保镖往外一站 他们就不敢吭声了 而另一边 江淮他们动作也很快 不到半天的时间 王氏的高层股东之类的就全都跑路了 天良王破 王氏的破产已成定局 白莫涵也不会给他们后悔的机会 从今以后 小胖墩也嚣张不起来了 而幼儿园那边 校长也委婉地将小胖墩给劝退了 对于小胖墩的结局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开心极了 毕竟小胖墩是真的到处欺凌弱小 坏事做尽 与此同时 静香园某小别墅中的客厅中一片狼藉 林清风被麻绳绑了起来扔在沙发上 客厅中央的香炉对踹倒在地 挂起来的相框同样也被摔碎 第207章 林清风绅士之谜 一位中年男人 从相框碎片中扒拉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中年男子微笑的脸 正好被相框的玻璃碎片划烂 男人怒火中烧 冲到林清风面前就想给林清风一拳 却在对上林清风讥讽的目光后 高高扬起的拳头怎么也无法落下 男人眼中闪过一抹狐疑 不对劲 为什么这个疯男人和外公的眉眼如此相似 男人口中的疯男人就是林清风 不过在十几分钟前 男人还是称呼林清风为大事的 男人最近总觉得自己事事不顺 于是找家中舅舅问了一下 舅舅说是风水有问题 但舅舅已经不再过问玄学界的任何事情 于是不愿意出面帮他解决问题 虽然他的侄子也很厉害 但是侄子每天都忙着特殊部门的事情 根本没空打理他 无奈之下 他便在网上找了一个大师 大师不愧是大师 还没有和他见面 就能猜到他家中风水出了问题 于是他就对林清风的实力深信不疑 并且请了林清风给他看风水 林清风自然也是答应了 他来了男人的家中后 也一言道破旋机 指出了很多风水上的问题 不过林清风在进入客厅 看到客厅上供奉的人的照片后 林清风当场红了眼 随后林清风发了疯似的 把香炉照片砸得粉碎 三个保镖愣是没能拦住他 等东西砸完以后 林清风也冷静了下来 于是任由对方将他绑了起来 而男人虽然生气 但还是有一点点理智的 至少没趁机打林清风一顿 你说 为什么要砸我外公的照片 林清风眼底闪过一抹惊讶 他是你外公 男人点了点头 是啊 林清风 那你母亲呢 男人突然乍毛吼道 关你什么事啊 林清风深深地看了男人一眼 不可置信道 小九死了 男人疑惑 你怎么知道的 说完 男人意识到 对方的确是有两把刷子的 所以算出 他亲人的情况也很正常吧 男人叹息一声 舅舅说 母亲本来就身体不好 在生下午之后没多久就走了 他父亲很爱他的母亲 母亲死后没多久 父亲也随着母亲离开了 舅舅说 父亲觉得 把他一个人留在世上 很对不起他 但是他更爱母亲 他不舍得母亲 在下面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从小无父无母 小时候对父母也没什么印象 所以除了有些遗憾 没能体验父爱母爱 其余的也没什么 况且 他现在也三十好几了 也不在意这些东西了 男人思绪翻滚 突然又意识到不对劲 不对啊 你还没说 你为什么砸我外公照片呢 林清风闭口不言 甚至闭上了眼睛 男人烦躁地说道 你说话呀 不然我报警抓你了 林清风睁开眼睛 瞥了一眼对方 语气淡然 嗯 那你报警吧 不愧是小九的儿子 性格也是随了小九 他都已经闹出这种事了 还被绑了起来 对方身边还有三个保镖 可好笑的是 对方竟然不想着打他一顿 而是交给警察处理 警察能怎么处理 他也没有伤人 就算是破坏他人财物 一个香炉一个相矿 也值不了几个钱 林清风不仅有些好笑 小九的孩子 真是善良又愚蠢 而另一边 诺诺已经顺利 进入了静香园的大门 第208章 好痛苦 不直接叫啥名 男人被林清风气得咬牙切齿的 但又拿林清风没办法 就在这时 别墅的门铃被暗响 其中一位保镖 跑去打开了房门 入眼是一位英俊的青年男子 男子怀中抱着一个 粉雕玉琢的小奶娃 保镖 请问找谁 林然 找被绑的那位先生 中年男子一听 立刻让保镖将人放了进去 林然看见林清风 略显狼狈的模样时 差点没憋住笑出声 自己这个师父比谁都凶 没想到也能有被人绑起来的时候 中年男子问道 你好 你是这个疯子的弟弟吧 林然 我是他徒弟 中年男子皱着眉说道 我是这间屋子的房主 我姓荣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请他来帮我看风水 结果他突然就把我外公的相框给砸了 你说说怎么办吧 林然无奈地摆了摆手 这事我做不了主啊 我就是来看看我师父死了没 他没死我就放心了 荣先生 你做不了主 那谁能做主 林然 当然是他自己了 虽然师父向来吊锒铛的不像个好人 但师父从来不会做什么坏事 这次师父把人家的外公的相框给砸了 一看就是有原因的 况且 林然看林清风和这个房主之间 有一条很淡很淡的线 由于已经接近透明 所以看不出来究竟是什么线 不过没关系 师父肯定自己是清楚的 所以林然才不会插手这件事 而且房主看起来也没有恶意 甚至魂魄还带着大善人的光芒 所以即使他今天不来 林清风也不会出事 只不过嘞 他想来看戏 他也想知道师父突然发电是为啥 荣先生一听 转头看向林清风 语气一点也不带客气的 喂 你快点给我和我外公道歉 你道了歉我就放你走 林清风 给你道歉可以 但是他不行 林清风内心闪过一抹阴霾 那样的人还不配接受他的道歉 也是那人已经死了 否则他真的恨不得亲手宰了他 荣先生插着腰说道 凭啥呀 你必须给我外公道歉 不然我就一直绑着你 反正你徒弟也不管你 我看你怎么办 林清风淡淡出声 你困不住我的 荣先生一梗 回头想想好像也是 这种大师肯定会别人不会的技能 所以他要是真的想走 的确是走得掉的 想到这里 荣先生周身气焰都低了一分 荣先生无奈地摆了摆手 哎呀算了算了 你走吧 我自认倒霉好了 于是 保镖收到指令 上前给林清风解开绳子 林清风 你把门口那个白玉花瓶 放到大厅去 你的风水就没问题了 见林清风还是愿意 帮自己改风水的 荣先生有些高兴 刚要开口感谢 就又听见林清风说 另外 你整体风水布局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一些小细节上 被人改动过 好好想想 是谁改了我之前说的那些东西 有人要害你 你还丝毫不知 别和你母亲一样傻 说完 林清风就转身离开了 凌然也抱着诺诺 紧随其后 荣先生 他人这么好就算了 嘴巴也就算了 好无语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谢谢他 还是骂他 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 荣先生无奈地叹息一声 算了 至少风水上没问题了 而且那个风子 也的确是给他 点出了一个大问题 改他风水的人 看样子是存心要害他 其实他也没有很生气 毕竟他对 已经死去的外公 没有太大的印象 他从出生之后 就跟在舅舅身边 也是舅舅一直在照顾他 那时候年纪小 对周围的事物 也没有太大的印象 他只记得外公不爱笑 甚至比一般人看起来 要英语很多 外公从来不会抱他 也很少对他说话 在他四岁的时候 外公就去世了 所以他和外公 没有太大的感情 只不过是舅舅 让他要在家中 为外公认日上香 他这才在家中 弄了香火台 外公的照片 是舅舅给他的 在照片的背后 还有一个很小的照片 那张照片没有人脸 但是从紧剩的上半身 可以看出 应该是一个男子 第209章 前尘往事 他曾经问过舅舅 那个人是谁 舅舅并没有回答 只是让他一定要 好好地给那个人 和外公上香 至于相况 被砸他生气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 林清风一个外人 冒犯了家中的长辈 所以他才会如此愤怒 从他为外公 和那个不知名的男子 上香到现在 已经过去20年了 他一直不知道 那个男子到底是谁 不过今天 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感觉那个疯子 就是那个不知名的男子 这种想法一出 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仔细想想 似乎也不大可能 毕竟舅舅 让他给那个男子上香 那个男子肯定是已经死了 而这个疯子 可是实打实地活人 所以 他这个想法 绝对是荒谬的 想到这里 荣先生叹息一声 将自己整个人 都陷进沙发中 算了 既然想不通 干脆就不想了 有时候知道的太多 也不一定是好事 随后 他让庸人处理了 一地的狼藉 不一会儿 手机铃声响起 喂 舅舅 手机里传来 穆老爷子的声音 小盛 你风水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是解决了 就是 怎么了 今天遇到了一个疯子 接着 荣盛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遍 对了舅舅 我觉得 那个疯子的眉眼 和外公长得特别像 电话那头 明显顿了一下 他看起来年纪大吗 荣盛 年纪不大 大概二十八九的样子 那你可知对方的姓名 荣盛 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姓林 穆老爷子 嗯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后 穆老爷子叹息一声 疲惫地闭上眼睛 是他痴心妄想了 小枫出事的时候才二十一岁 对方都二十八九了 怎么可能是小枫呢 况且 小枫的事情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且不说小枫大概率是死了 就算是小枫还活着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不可能看着才二十八九岁啊 当年的事 是父亲和他都对不起小枫 这么多年 他一直心存愧疚 他无法原谅自己 所以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子孙后代 可没想到 有一天他竟然在自家门口 捡到了一个小婴儿 他一边期待着 那个小婴儿是小枫的转世 一边感叹着造化弄人 他站在风雪交加的屋外 想了很久 最终还是将小婴儿带回了家中 从此 他也打破了 自己不留下子孙后代的决定 他专心地将小婴儿抚养长大 将毕生知识传授给了那个孩子 同时也托人暗中调查 这个孩子的亲人 没想到这么多年一无所获 那个孩子也没让他失望 在玄学界也传出了一片名声 只不过那个孩子 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身世 穆老爷子叹息一声 既然孩子也长大了 那便将他的真正身世告诉他吧 管家通知玄青 今晚回来一趟 是 老爷 另一边 林清风一行人已经回到兰院 凌然 师傅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第210章 想看我女儿 没门 林清风没有说话 看样子是不想讨论这个话题 凌然却突然开始犯贱 师傅 我看到你和那个容先生身上 有一条线优 只不过我看不出来是什么线 诺诺扣扣手指小声说道 嗯 诺诺好像知道是什么线线 凌然 是什么 果然 诺诺比他厉害多了 他作为大师兄 毫无成就感 诶 凌然热切的眼神看着诺诺 诺诺却扣手手看着凌清风 师虎虎不同意 诺诺是不可以说的 凌清风 我是他舅舅 凌然的笑容将在脸上 啊 反观凌清风一脸淡定 似乎不觉得自己说出的话有多吓人 凌然 等一下 我CPU烧了 师父你说你一个看起来三十不到的人是人家快四十岁的人的舅舅 凌然此时的表情要多震惊就有多震惊 凌清风淡淡道 嗯 凌然 是表舅吗 凌清风 亲的 凌然 不可能 我不信 凌清风翻了个白眼 转身离开 信不信随你 我先去休息了 凌清风说走就走 留给凌然一个帅气的背影 凌然还是觉得震惊 并且不太相信 可是凌清风刚才的表情太淡定了 完全没有说谎或者逗她玩的感觉啊 凌然转身看向一脸乖巧的诺诺 这也太不可置信了吧 诺诺你相信师父说的话吗 诺诺 诺诺相信呀 凌然 为什么 诺诺 因为师傅虎和那个鼠鼠身上就是有亲缘线呀 凌然 但是不能因为有亲缘线 就确定他们之间是数值关系吧 况且还是师父是那个书 这合理吗 诺诺摇了摇头 诺诺不知道哦 凌然也干脆摆烂 算了 管她的 反正师父没事就行 诺诺 嗯 虽然诺诺还是觉得 诗虎虎说的就是真的 并且她还看到了一些很震惊的东西 但是诗虎虎不说 诺诺也不会说大 刘妈在一旁看几人聊得差不多了 这才走上前来笑着问道 小姐回来了 现在要吃饭吗 诺诺 要搭 你别说 诺诺这个小狗鼻子已经闻到香味了 诺诺的小肚子也非常配合地 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 刘妈心底偷笑 表面还是一本正经 好的 小桃 上菜 她可不能笑出声 否则小小姐又要害羞地变成小鸵鸟了 诺诺看自己肚子咕噜咕噜叫没有被发现 这才安心地溜了 诺诺去叫八八次饭饭 二楼 听到管家汇报诺诺 已经到家后的白沫寒 脸色好了很多 正在视频会议讲解方案的主管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吓死了 她刚才还以为自己方案做太差 惹得白总不高兴了呢 这份工作 工资的确是高 就是老板太凶了 自己小心脏容易受不了 哎 八八 自饭饭了 诺诺软乎乎的小奶音 伴随着小家伙一同出现 理所当然的 小家伙的声音也传入了 正在视频会议的每一个高层的耳朵里 高层们 呜呜 大小姐好可爱呀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女娃 好想偷回家呀 烦死了 自己家里都是臭小子 一点也不可爱 天呐 听听这个软乎乎的小奶音 我直接死了 江淮 今天也是想偷走诺诺宝贝的一天呢 白莫涵看见一群满脸春心荡漾的高层们 刚好起来的脸色瞬间垮了下去 散会 白莫涵冷声吩咐后 就眼疾手快地挂断了视频会议 想看自己乖乖软软的女儿撒娇 没门 第二摇摇张 转头就被诺诺卖了 不仅没门 她还得把窗户给焊死 女儿是自己一个人的 谁来都不好使 面对自家闺女软糯可爱的小脸 白莫涵心情好了许多 白莫涵笑着将诺诺抱在怀里 伸手捏了捏诺诺的小脸 诺诺刚才出门 做什么去了 实际上白莫涵什么都知道 因为管家会实时汇报诺诺的动向 诺诺去就诗虎虎了 诺诺贴近白莫涵耳朵 小声说着 似乎真的是害怕被林清风听见 爸爸 诺诺悄跟你说哦 诗虎虎羞羞 见不大了 还砸人家东西呢 然后诗虎虎就被绑起来了 幸好林清风今天觉得心累 这会儿已经睡觉去了 也幸好白莫涵的书房绝对的隔音 否则不知道林清风得知 诺诺转头就把他卖了后 会不会气得心梗 白莫涵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 那辛苦我们诺诺了 大老远跑去就师父 诺诺里不知气 也壮得插着腰痒着头 就速就速 累死诺诺了 虽然他刚才什么也没做 甚至脚都没粘地 但还是累着他了 白莫涵眼底尽是笑意 今天诺诺这么辛苦 等下吃饭饭的时候 可要多吃点 诺诺点头如捣蒜 嗯嗯 巴巴缩得对 接下来这顿饭 白莫涵一个劲地给诺诺加菜 诺诺一个劲地往嘴里塞 然后诺诺吃撑了 以至于饭后 白莫涵带着诺诺在后花园玩耍 正好诺诺前两天玩泥巴没玩尽兴 今天再继续玩 而凌然则是吃完饭后就出门了 也没说要去哪里 诺诺有些疑惑 这都晚上了 大师兄怎么还要出门处理事情呀 凌然的确出门处理事情去了 只不过此事情非比事情罢了 直到第二天诺诺睡醒 凌然都还没有回家 诺诺有些担心凌然的安全 于是特地掐算了一下 好吧 大师兄这会儿和秦年哥哥待在一起呢 那大师兄肯定是安全的 既然这样 作为小幼崽的诺诺 就不用管已经是大人的大师兄了 收拾一番后 诺诺和小伙伴们一同去了幼儿园 到了幼儿园 扬州小朋友说什么都要和诺诺一起上幼儿园 我不管 上次诺诺妹妹就被欺负了 那个小孩不就是看诺诺妹妹和安安妹妹好欺负吗 我不要去小学 我要去幼儿园 我要保护两个妹妹 扬州小朋友义愤填膺地说着 大有一种守护公主的歧视的感觉 杨小光无奈符合 有时候一个人送孩子上学也挺无助的 诺诺 不用了小周哥哥 诺诺可以保护好自己和安安姐姐的 顾碎安 对 诺诺很厉害的 安安也可以保护诺诺 扬州小朋友胡一道 真的 诺诺一脸真诚地点了点头 真的 那好吧 你们要是被欺负了 一定要告诉我哦 我打抱对面的狗头 说着 扬州小朋友还挥了挥拳头 似乎真的很凶残的样子 杨小光眼前一黑 什么玩意儿啊 不知道这个逆子从哪学的词语 说什么打抱对面的狗头 好好好 我忍 我忍 在外面不适合教育孩子 等回家再说 杨小光深呼吸调节着情绪 极力忍耐着自己的怒火 诺诺 嗯嗯 小周哥哥快去上学吧 顾岁安 就是就是 最终 在诺诺和顾岁安的劝说下 扬州小朋友 这才依依不舍地进了学校 小朋友丝毫不知 等自己放学回家 会迎来一顿竹笋炒肉 第212章 拐卖组织 当诺诺出现在班上时 小朋友们一拥而上 围着诺诺和顾岁 唧唧喳喳地说着关心的话 徐家行虽然挤不进人群中 却也是站在一旁 对诺诺和顾岁安露出了微笑 诺诺也在小朋友们的话语中 得知小胖墩被勒令退学的消息 对于这个结果 诺诺还是很满意的 至少以后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不会被欺负了 小朋友们面对诺诺 似乎有用不完的热情 直到老师进教室之后 小朋友们这才散开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幼儿园里面也有不少熊孩子 但诺诺和顾岁安 还有陆家宜 在昨天一战成名 那些熊孩子 根本不敢对几个小朋友 有一丁点想法 在幼儿园的日子过得很快 小朋友们也很快乐 一眨眼 就到了放学的时间 诺诺几个小朋友 手拉手出现在校门口 几位小朋友的家长 也早就提前到了校门口等待着 诺诺这边和几个小朋友告别后 刚想上车离开 余光却突然看见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 朝着一个小女孩走了过去 爸爸 那个人是坏人 白沫寒听了之后 将诺诺抱在怀中 快步朝着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 走了过去 那个男人 已经和小女孩交谈了起来 小女孩似乎不认识男人 看向男人的目光 带着警惕 小梦梦 我真是你妈妈的朋友 你妈妈在公司加班 让我来接一下你 你要是不信我的话 我这里有和你妈妈的合照 叔叔给你看看好不好 男人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 耐着性子 和叫梦梦的小女孩解释着 可小女孩还是不太相信 因为妈妈并没有给老师 打电话说让朋友来接她 所以她觉得 眼前这个叔叔是坏人 男人将手机里的照片 调了出来 给小女孩看 小女孩发现 男人似乎并没有骗自己 内心意识之间有些动摇 男人见小女孩 对自己不再那么警惕 心中知道一定是游戏 小梦梦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妈妈 让你妈妈亲口告诉你 说着 男人拿着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接通之后 对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喂 男人 陈姐 梦梦不相信我 以为我是坏人呢 你快和梦梦解释一下 说完 男人将手机打开扩音 递到了小女孩面前 宝贝 妈妈在公司加班 这会儿正在忙项目 你和叔叔来妈妈公司 陪妈妈好不好 小女孩犹豫地点了点头 好 嗯 宝贝真乖 挂断电话后 男人无奈地叹息一声 你看吧 叔叔没有骗你吧 小女孩抬眸 看了一眼男人 随后又垂下了眸子 妈妈的声音和以前一样 但是又有些奇怪 走吧梦梦 别让你妈妈等急了 男人催促着小女孩 小女孩有些犹豫 就在这时 诺诺突然跑到小女孩面前 一把拉住小女孩的手 而男人的身后 幼儿园的保安 已经将男人插在了地上 姐姐 她是坏人 是专门拐小孩子的 小女孩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 这个因为挣扎 而面容争鸣的男人 同时 内心也有些庆幸 还好自己还没跟这个人走 男人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他的同伙就在路边的车上 只要小女孩上了车 就没办法逃掉了 不过此时 白莫涵带来的保镖 已经把车上的同伙给拿下了 第213章 提名夸奖 一旁负责看管小朋友的幼儿园老师 露出惊恐的表情 老师连忙给差点被拐走的 小女孩的妈妈打了电话 对方表示 根本没有找人来帮忙接孩子 他只是来的路上堵车了 所以到现在还没抵达幼儿园 没想到 他这一堵车 差一点就酿成大祸 此时 所有人都无比确信 这几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一定就是人贩子 幼儿园保安在得知 自己压着的男人是人贩子后 按戳戳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其余人则是悄悄地踹了男人脊脚 虽然看起来动作不大 但却把男人疼得自压咧嘴的 幼儿园门口 此时有许多家长 他们在得知男人是人贩子后 大部分人都朝着男人吐了口水 人贩子这种玩意儿 是最遭人唾弃的 警察也很快抵达现场 将几个人贩子带去了警局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来这几个人原本就有案底 几人在三年前就开始实施抢劫 诈骗等行为 奈何几人太狡猾 每次出门都全副武装 在网上诈骗 也是用的买来的银行卡号 并且他们在一个地方捞了钱后 就换地方了 根本不给警察反应的机会 这也就导致了这么多年 几人的通缉令一直都在 却一直没能把他们捉拿归案 没想到几年后 这几个人手段升级了 跑去拐卖小孩了 警察顺藤摸瓜 找到了和几人接头的人 直接端掉了一窝拐卖组织 就出了五名被困大山的小朋友 由于诺诺这次又立了大功 警局官方账号 再一次对诺诺进行了通报奖励 诺诺的名声 又一次传进无数有孩子的家庭中 毕竟如果不是诺诺 恐怕不知道多少家庭 也要遭受狮子之痛 诺诺接受了警察们的夸奖 还被香香软软的警察姐姐给抱抱了 小家伙一时之间开心过了头 就连在回家的路上都还在傻笑 看着诺诺傻乎乎的小模样 一股骄傲感油然而生 这么棒的小宝贝 是自己一个人的 真好 不过一会儿 白莫涵咧开的嘴就闭上了 因为白老爷子打来电话 要求白莫涵将诺诺带回家吃饭 白莫涵不行 不想 不可以 回了老宅的话 诺诺就不是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了 虽然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对白老爷子 但是面对自己的生母 白莫涵还是很尊重对方的 所以苏婉要将诺诺抱走的话 他根本没办法拒绝 白莫涵 好烦 怎么这么多人想抢自己的宝贝女儿啊 诺诺对白莫涵的心理活动并不知情 白老爷子怕白莫涵不带诺诺回去 所以特地给诺诺发了语音消息 诺诺听了 马上乖乖地回应 说自己放假了 就去陪爷爷 白老爷子听了开心极了 还是自己的乖孙女好啊 诺诺到家吃完饭后没多久 凌然才回到家中 此时 诺诺正坐在客厅看电视呢 大师兄 凌然身体一僵 似乎做了什么亏心事一般 机械地转过头去 诺诺 还不睡觉呢 诺诺 嘿嘿 诺诺一会 会就睡觉觉了 凌然看诺诺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嗯 乖 小朋友要早点休息 诺诺疑惑地歪了歪头 大师兄 你怎么忙了一天才回来啊 凌然刚想说话 诺诺突然惊讶到 咦 大师兄你脖子肿磨了 肿磨红了 说着 诺诺焦急地跑向凌然 打算看看她脖子的红块 是怎么回事 凌然一惊 连忙捂住脖子 没 没事 就是昨天被蚊子咬了 诺诺眨巴着眼睛 大大的眼睛里面 透露着清澈的愚蠢 真的吗 可是 文文肿磨会咬这么大的包包啊 真的 大师兄什么时候骗过你 凌然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眼底闪过一抹心虚 诺诺跑到一旁 从小背包里 拿出一个绿色的小罐子 递给凌然 嘿嘿 大师兄下次出门把借个带上 有了借个东西 重重就不会咬大师兄了 嗯嗯 谢谢诺诺宝贝 凌然表面这么说 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 要是那个家伙 真的能被这个赶走就好了 诺诺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对劲 傻笑着说道 嘿嘿 不客气 第214章 突然 随后 面对诺诺傻乎又清澈的目光 凌然实在是有些心虚 说了一句有些累了 就跑回了房间 回到房间后 凌然拿出手机 噼里啪啦地打着字 看到驾驶 估计是在骂人 另一边 诺诺照常算了一挂 发现今夜会遇到有缘人 于是小家伙迅速跑上了楼 巴巴 白莫涵停下忙碌的手 顺势将诺诺抱到了自己大腿上 怎么了宝贝 诺诺抱着白莫涵的手臂撒着娇 诺诺想晚一点点睡觉觉 白莫涵柔声道 为什么呢 诺诺 因为诺诺算到今天晚上会遇到有缘人 所以要晚一点点睡觉觉 白莫涵 可以 不过诺诺也不要忙到太晚 知道吗 知道啦 谢谢爸爸 诺诺甜甜一笑 在白莫涵脸上巴结了两口 白莫涵心满意足地笑了 上扬的嘴角差点压制不住 嗯 去吧 有什么事就和张爷爷说 诺诺乖巧点头 嗯嗯 随后 诺诺就回到了客厅 打开了直播间 诶诺诺怎么又直播了 无虎 闺女好可爱 今天闺女的丸子头 可爱死了 嗚嗚 亲不到诺诺宝贝 我真的会很难过的 OK 诺诺好敬业 大晚上还直播嘞 诺诺扣手手傻笑 嘿嘿 诺诺算了一挂 发现今天晚上会有有缘人出现 敬业宝宝一枚啊 宝贝太乖了 为了不让人受伤害 大晚上还开播 么么么 这种宝藏小闺女 让我看看还有谁没关注 嘿嘿 我可是老粉咯 在观众们有说有笑的欢快氛围中 诺诺今晚的有缘人出现了 当诺诺念出对方的网名时 对方显得很是激动 哎呀 是我抽中了吗 好开心 诺诺 是的呀 小哥哥 随后 那人快速刷了礼物 和诺诺申请了连线 屏幕中出现一个年轻男孩 看起来约莫十七八岁的样子 诺诺你好呀 看你直播很久了 我是哥哥粉来着 嘿嘿 说着 男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诺诺甜甜一笑 小哥哥你好呀 感谢你的喜欢 诺诺很开心 小哥哥 你是在车车上面吗 男孩点了点头 是的 我刚结束晚自习 这回坐车回家 话音刚落 男孩身旁走过一个 身穿红裙的女子 仅仅只是一个下半身 就让直播间的观众们 汗毛倒立 卧槽卧槽 刚才那个女的不对劲吧 我感觉她是飘过去的一样 身上一点起伏都没有 卧槽 真的假的 我开始害怕了 不是 你们都没注意到吗 她的手特别白 而且指甲特别长 像厉鬼一样 啊 我也看到了 真的好可怕 男孩无意间 瞥了一眼弹幕 瞬间吓得不敢吱声 莫非那个女人 真的是什么厉鬼之类的东西 同时 男孩也联想到了 今天公交车的异常现象 比如 他们附近有很多学校 学校晚自习下课的时间 都差不多 一般来说 这个时间是有很多人等公交的 可是今天特别奇怪 今天公交车站 只有她一个人 公交车上除了司机 和刚上来的那个女人外 也只有她一个人 男孩越想越害怕 紧张到似乎连呼吸 都停止了 最最重要的是 那个女人坐在了她的身后 她很怕那个女人 会对她做点什么 但是她又不敢转过头去 她怕看到厉鬼的脸 毕竟听网友说 厉鬼的脸都很吓人 大部分都是血肉模糊的 直播间弹幕疯狂地刷着 大部分都是让男孩 不要害怕 诺诺一定会解决的之类的话 想到诺诺的本领 男孩悬着的心 放下了一半 突然 第215章 公车惊魂 整个车厢陷入了黑暗之中 车辆不知何时 来到了荒芜人烟的郊外 没了路灯和车厢灯光的照射 男孩只能勉强靠着月光 看清楚车厢内的情况 男孩的心 又一次被挂在了悬崖边上 就在这时 男孩的手机屏幕黑了下去 身后传来了响动 数不清的头发 从后往前朝着男孩而来 男孩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可是身体却突然不听使唤 动弹不得 坏鬼鬼 不许害人 诺诺气呼呼的小奶音 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与此同时 手机迸发出一道金光 那金光靠近那些茂密头发的一瞬间 就化成熊熊烈火 烧得厉鬼惨叫一声后 迅速收回了头发 可那火焰 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作恶多端的厉鬼 他快速席卷厉鬼的全身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厉鬼便被火焰吞噬殆尽 只留下一缕青烟 在这人世间 厉鬼被消灭之后 驾驶位上被控制的司机也醒了过来 车厢也紧接着恢复了常量 嗯 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把车开到这个地方来 司机看着周围不满坟墓的景象 不由地打个寒站 他之前记得自己是 刚从公交车总站出来 打算去接下课的孩子们呢 然后他突然从后视镜里 看到了空无一人的车上 多出了一个女人 再然后他就晕了过去 醒来以后 就到了这个看起来格外恐怖的地方 男孩缓了一会儿 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诺诺 我们这是安全了吗 手机在厉鬼消失后 就恢复了直播画面 诺诺笑着点了点头 是的呀 坏鬼鬼已经被诺诺消灭了 小哥哥不要害怕 听着诺诺软乎乎的小奶音 男孩觉得无比的安心 驾驶位上的司机注意到了 后排有人在 于是带着胆子走了过来 喂 你是人吧 男孩点了点头 是啊 刚才那个鬼已经被消灭了 司机拍了拍胸脯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那就好 他这人胆子虽然不小 但是也还是怕鬼这种东西的 话说 我怎么会开车到这种地方来呀 对于自己的异常行为 司机也很疑惑 诺诺解释道 因为叔叔 你刚才被坏鬼鬼控制了 司机 那 那我现在没事了吧 诺诺 没事了呀 叔叔你这两天 不要晚上出门 多晒晒太阳就好了 司机连连点头 好 谢谢小妹妹 他很少上网 所以并不知道诺诺的厉害 但是看刚才的样子 他八成能猜到 是手机里这个 看起来很可爱的小女孩 救了他 所以他下意识地相信 小女孩说的话 诺诺 不客气他 随后 司机开车 朝着市区出发 诺诺则是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男孩会遇到厉鬼的原因 原来人的身上都有三把火 这三把火 可以阻止鬼魂的靠近 但如果身上少了一把火 那些厉害一点的恶鬼厉鬼 就可以对那人进行迫害 如果少了两把火 那这人就非常的危险了 轻则各种魂魄缠身 重则失去性命 不过一般来说 人身上的那三把火 是很难减少的 诺诺让男孩回忆一下 自己最近有没有 和什么不对劲的人接触 或者去过阴气重的地方 男孩想了很久 只想到了一个原因 前两天 他去了墓地祭拜家中老人 回家的途中 被一个人撞了一下 那个人穿着黑色斗篷 把身上遮得严严实实的 当时他还觉得 那个人很没礼貌 撞了人也不知道道歉 结果现在想来 恐怕那个人 一开始就是冲着他来的 诺诺掐指一算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那个人就是冲着他来的 因为他的命格 比普通人好很多 所以不出意外的 他被厉鬼盯上了 听完之后 男孩惊出一身冷汗 第216章 你看 身后有人在看着你 男孩一惊 那我缺少的火怎么办啊 诺诺 没关系搭 活活会自己回去的 只不过在活活没回来之前 你需要护身符才行 护身符诺诺 会让小狐狸给你送过去搭 小哥哥回家等小狐狸吧 男孩连连点头 恨不得当场给诺诺磕一个 好 谢谢诺诺 谢谢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是被这一出整得议论纷纷 但更多的是 嘲笑厉鬼不自量力 我寻思这个厉鬼有多厉害呢 还把直播间给黑了 没想到就这样 我一开始也以为他很厉害呢 结果诺诺一招就解决了 嘿嘿 有没有一种可能 不是厉鬼太菜了 而是诺诺太强了 还真是 不然人家厉鬼 怎么能让司机听他话来 这要是没有诺诺在 今天在场的两个人都逃不掉 我去 还真是 所以今天这一出是针对小孩的 司机是纯熟倒霉了 仔细想想 还真是 司机大叔 好心塞 无望之灾 嘿呀 看看点 有时候人倒霉起来吃肉都塞牙缝 我牙缝大所以塞牙 不是倒霉 你多冒昧啊 嘿嘿 男孩的事情解决以后 诺诺心情还算不错 因为今天只有两个有缘人 把另一个解决了 诺诺就可以睡觉觉了 想到这里 诺诺干净十足 很快 诺诺就连线到了下一位有缘人 连线接通的一瞬间 屏幕中出现一个画着僵尸妆容的女孩 把直播间的网友们吓了一跳 我去 吓我一跳 姐妹是做恐怖直播的吗 这妆容画得挺好的 第一眼我还以为是真的呢 下次这种能不能说一声再出现 突然出现 真的很吓人 呜呜呜 没事没事 跟着诺诺一起见的多了 也就不怕了 女孩开口说话 声音甜美 倒是和吓人的妆容不太符合 诺诺你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做直播的 直播的内容大概就是跳一些带一点恐怖元素舞蹈 其实也不全是恐怖的 也有可爱的 然后直播效果也还不错 但是直播途中 偶尔也会有人说一些吓人的话 不过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假的 我也不太在意 只不过就在今天 我看到直播弹幕有个人说 说我的身后有一个白头发老太太 抱着一个小孩子一直盯着我 当时我也以为没什么 但是我从直播镜头里面 真的看到了网友说的老太太和小孩子 我当时被吓坏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再看的时候 那老太太和小孩子又不见了 很多人说我是直播太累 出现幻觉了 但是我觉得不是幻觉 我感觉我是真的看见他们了 并且我感觉他们没有走远 他们就在我的附近注视着我 女孩惊恐的表情和颤抖的声音 更为她说的话增添了可信度 直播间观众们也在评论区议论纷纷 我感觉是真的吧 小姐姐应该不是来大冒险的吧 前面的你们糊涂啊 能被诺诺连线的人 哪里有不出问题的 我靠 忘记这一茬了 救命 我光听描述我就已经吓得不行了 这个姐姐是一个大主播 在另一个平台播的 平时我也会看她 没想到她突然就出事了 我靠 大家别怕 有诺诺在 没意外的 所以说这种微恐直播的 都会遇见那啥吗 也不一定啦 有可能就是小姐姐运气不好而已 诺诺掐指一算 疑惑地眨了眨眼 姐姐这两天都接触过什么东西啊 第217章 防人之心不可无 接触什么东西 女孩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没有啊 我这几天都在直播 和平常吃的用的都一样 诺诺 那姐姐方便把最近几天用的东西 给诺诺看一下吗 可以 你等一下我去找找 不一会儿 女孩将最近用的东西拿了出来 几乎都是一些平时直播需要用的东西 看起来平平无奇 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 就在女孩拿出一根发簪时 诺诺从中看出了问题 姐姐 就是借个东西有问题 啊 女孩吓了一跳 差点将手中的发簪扔出去 不过又害怕将发簪打碎 会得罪里面的东西 于是在最后关头 又捏紧了发簪 突然 女孩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我 我感觉我旁边好像有小孩在哭 我听到声音了 诺诺 姐姐别怕 诺诺马上过来 说吧 诺诺叹息一声 迈开小步伐 登登登上楼去了 站在凌然的房间门口 诺诺敲响了房门大喊 大师兄 干活了 这种事情 诺诺一个人 没办法解决的了 哎 生活不易 诺诺叹气 凌然此时并没有休息 听到诺诺敲门 立刻开门走了出来 同样的 敲门声也惊动了白莫涵和林清风 凌然 怎么了诺诺 诺诺插着腰气鼓鼓道 出大事了 有一个好厉害的鬼鬼在害人 凌然掐指一算 我靠 快走 不然就来不及了 诺诺对着刚开门出来的白莫涵说道 巴巴 诺诺一定会尽快回来的 白莫涵上前摸了摸诺诺的小脑袋瓜 柔声叮嘱 嗯 诺诺要保护好自己 好搭 巴巴拜拜 诺诺甜甜一笑 在白莫涵的帅脸上巴唧两口 去吧 随后 林清风凌然和诺诺 就开车朝着女孩所在的方向而去 另一边 女孩听着耳边传来的小孩子的哭声 表情显得十分痛苦 呜呜 妈妈妈妈你在哪里 宝宝好害怕 呜呜 妈妈 宝宝想要妈妈 呜呜 随着小孩的哭声 小孩的身影也出现在女孩房间内 是一个小男孩 看起来只有三四岁的样子 脸上还带着婴儿肥 可爱又可怜的小模样 让人忍不住想要上前抱起来哄一哄 女孩也有些忍不住了 手指开始蠢蠢欲动 就在她要上前的时候 一道声音将她拉了回来 林清风 别动 那是恶鬼 女孩这才发现 面前的小孩 虽然声音听起来在哭泣 但是她的嘴角 却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 那小鬼见女孩清醒了过来 于是一个闪身消失不见 女孩吓得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捏紧了手中的手机 将自己缩在角落 林清风 你先把发簪放在桌子上 然后离发簪远一点 女孩听了连忙照做 随后 林清风念出咒语 发出一抹金光 将发簪中的厉鬼 暂时封印在发簪中 厉鬼只是暂时封印 等时间一到 还是会出现 除了发簪中的厉鬼以外 外面还有两只恶鬼 林清风头疼不已 这发簪你是从哪来的 女孩颤颤巍巍地回答道 是我的一个同事送我的 说和我的服装很搭 我就戴了两天 此时女孩已经意识到 这发簪里面 恐怕有很不得了的东西 她和那个同事 平时也不过是点头之交 很少有其他的交集 这次同事突然送她发簪 她本来不想用的 结果她一开始准备好的发簪 不知道怎么回事碎了 她才不得不用这个发簪 现在想想 如果同事从一开始 就打算置她于死地的话 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可是 她没得罪过那个同事啊 为什么同事要弄死她呀 女孩又惊又怕 恨不得自己 从来没收过这个发簪 宁愿服装效果差一点 也总比丢了命好啊 我直播看得多 我先来猜测 小姐姐的同事 肯定是故意地想整死小姐姐 哼哼 不瞒你们说 我猜师父刚才的手法 是封印发簪里面的脏东西呢 还有 诺诺他们现在出门了 能让诺诺他们 去现场解决的东西 都不简单 马迪 细思极恐啊 家人们 好可怕 好可怕 女孩看着屏幕上的评论 心底格外地崩溃 第218章 找新妈妈 首先 她没惹任何人 其次 她没惹任何人 最后 她没惹任何人 呜呜呜 凭什么针对她 不过 不等她多想 屋内的灯光突然开始闪烁 肆意涌动的风 将冥冥锁死的门给撞开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从门外飘了进来 两道身影越来越近 在女孩面前停了下来 女孩定睛一看 是刚才跑掉的小鬼又回来了 这次还带了一个白头发老太太 女孩想起来了 自己今天在直播间看见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 哦不 准确来说是他们两只鬼 小鬼指着女孩说道 奶奶 妈妈 宝宝要她做我妈妈 白发女鬼看了一眼女孩 嫌弃地转过头 小宝喜欢这个女人吗 小鬼 嗯嗯 白发女鬼 可是这个女人的魂魄不够香甜 我们换一个人好不好 小鬼不高兴了 直接开始撒泼 我不 我就要她做我妈妈 我就要 白发女鬼无奈地叹息一声 好好好 小宝乖 奶奶听小宝的 小鬼这才高兴地笑了起来 只是笑得有些诡异 白发女鬼看着在角落 瑟瑟发抖的女孩 轻哼一声道 虽然你的魂魄还不够香甜 不过既然小宝喜欢 那我就免为其难接受你吧 说完 白发女鬼五指成爪 朝着女孩扑了过去 女孩双眼一闭 连自己死了 吃席摆几桌都想好了 然而 想象中死亡的痛苦 并没有袭来 直到女鬼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 女孩这才疑惑地睁开眼睛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自己的体内 不知何时爆发出了耀眼的金光 女鬼的皮肤被灼烧溃烂 倒在地上 发出痛苦的哀鸣 好奇怪 明明这金光在自己身上 感觉暖洋洋的 怎么到女鬼身上 就这么恐怖 而那个小鬼 则是被金光 吓得躲到一边的角落去了 不知死活的小鬼 林清风轻哼一声 甩出两张定身符 他们还有一会儿 就能到女孩住的地方了 可不能让这两个小鬼跑了 虽然他们实力不咋样 但也算是作恶多端 女鬼被定身符定住 无法动弹 只能默默地承受 金光带来的痛苦 女孩立刻反应过来 原来是大师救了她 谢谢大师救我狗命 谢谢谢谢 林清风微微点头 没再说什么 直播间的观众们 啊 我以为这两个鬼多厉害呢 搁那儿逼逼来来半天 结果就这 笑死我了 还不够我们师父一根手指头的 一时之间分不清楚 是师父太强了 还是这两只鬼太弱了 其实我觉得 这两只鬼也不算特别猜 毕竟还能强行破门而入呢 我有个疑问 鬼不是可以穿墙呢 他们为啥要费力气去破门 可能为了装十三 嗯 好有道理的解释 小姐姐别担心 有诺诺和师父他们在 就是阳王爷来了 也得靠边站 哎 过劳 嘿嘿 大概是这个意思嘛 林清风瞥了一眼弹幕 其实那个人说的也没错 的确有诺诺在 阳王爷来了 都得靠边站 当初他原本是将死之人 是那位大人告诉他 只要在几十年后 将一个小孩子养到三岁 并且保护他一世平安 他就能活下去 他同意了这个交易 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 他还想看着他狠心的父亲死掉呢 没想到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从一开始的交易 到现在 完全将诺 诺当作亲女儿看待 其实他挺满意现在的生活的 希望穆家那群人聪明一点 不要来打搅他的生活 又过了一会儿 发簪开始发出震动 似乎有什么东西 要冲破封印而出 与此同时 诺诺几人也抵达了女孩楼下 第219章 修了一下头掉了 林清风掐指一算 嗯 刚好赶得上 另一边 发簪中窜出一缕一缕的黑气 将金光围绕了起来 最后将金光吞噬殆尽 待最后一次金光消失不见时 发簪猛地从桌子上飘了起来 随后 屋内响起女人的笑声 声音尖锐刺耳 如同指甲划过黑板一样 让人听了耳膜难受 发簪中开始涌出大量黑气 黑气很快弥漫整个屋子 此时 一旁的白发女鬼 收起了痛苦的神色 有些警惕地看着黑气 最为浓郁的中心地带 发簪 而一旁躲起来的小鬼 则是面带惊恐地看向了 从发簪中缓缓出来的东西 女孩虽然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却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奇怪 这个小鬼为什么会害怕发簪里面的东西 难不成他们不是一伙的 不等女孩思考太多 发簪中的东西就出现在她眼前 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呢 那东西脸上的肉已经完全溃烂 不剩任何完好的地方 眼珠子只剩下眼白 还狠狠地往外秃 更可怕的是 那个东西没有鼻子 它的鼻子处是血肉模糊的 似乎是生前就被割掉了一样 从那个东西的红裙可以看出 是个女鬼 此时 这个恐怖的女鬼 用她仅剩眼白的眼珠子 一动不动地盯着女孩 女孩吓得丝毫不敢动弹 之前为了方便诺诺她们 观看女孩房间的状况 女孩特地将镜头 换成了后置摄像头 此时 摄像头正对着那恐怖女鬼的脸 直播间观众们发出尖锐报名声 有胆子小的观众 直接退出了直播间 我靠靠靠靠靠靠 第一次见这么恶心丑陋的女鬼 啊 她出来的时候 我直接吓尿了 呜呜 我说这个鬼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 长得丑还出来吓唬人 就是你的不对咯 前面的你不会以为鬼 会听你讲道理吧 啊 她动了她动了 她要干啥呀 诺诺救命啊啊呀 此时 女鬼歪了歪头 咧开嘴角笑了 只是这个笑 直接咧到了后脑勺 在场承受能力差的观众 差点当场大脑当机 紧接着 女鬼伸出双手 方向直指女孩 就在众人以为女鬼要出手的时候 一个不知名的东西 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 精准地砸在了女鬼的头上 邦的一声脆响 女鬼的头被砸掉了 甚至在地上滚了两圈 恰好滚到了在另一个角落 满脸惊恐的小鬼面前 小鬼想假装没看见 然后逃走 却被女鬼悠悠的声音叫了回去 把我的头给我 小鬼似乎非常害怕这个女鬼 对女鬼说的话言听计从 立刻从地上捡起了女鬼的头颅 不过诺诺几人并不会坐以待毙 就在小鬼捡头的同时 几人也开始了行动 诺诺跑到女孩的身旁 用软乎乎的小奶音安慰着女孩 姐姐不怕 师虎虎和师兄会把坏鬼鬼消灭搭 有诺诺在 姐姐最最最安全了 说着诺诺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 一副自己非常可靠的小模样 女孩看着眼前的小奶团子 这才回过神来 还好还好 自己不用死了 诺诺的小奶音 同样也通过女孩的手机 传入了直播间 呜呜诺诺 我也被吓到了 我也要安慰 呜呜我的宅宅好暖心 她真的我哭死 她自己小小的一团 还要来安慰别人 音音 我被吓到了 要轻轻诺诺才能好 我说最近我耳边怎么吵得很 原来是楼上的算盘声 对我听到了 你们难道没发现 刚才飞过来把女鬼脑袋 砸掉的东西是沐鱼吗 我去 谁这么唬 拿沐鱼砸女鬼 哦破案了 是咱们师傅 看师傅那小动作 笑死我了 是的 此时林清风对沐鱼双手合十的动作 也被女孩的手机录了下来 不是她想冒昧的 实在是情况紧急 正好又摸到了这个沐鱼 所以顺手就丢出去了 嘿嘿 没想到这个沐鱼威力这么大 下次她还丢它 林清风高兴地将沐鱼收了起来 然后加入了凌然的战队 第220章 消灭厉鬼 师徒俩联手对付一个百年厉鬼 那默契程度根本没有 不过没有关系 虽然厉鬼很厉害 但失去了头颅的厉鬼战斗能力 大打折扣 小鬼在一旁抱着头颅进退两难 他害怕厉鬼生气 又害怕几人打都是误伤他 再加上林清风师徒俩 本就实力强大 几个回合下来 厉鬼明显败下阵来 厉鬼被激怒 小鬼手中的头颅 竟然自动朝着厉鬼的方向 飞了出去 凌然知道 若是让厉鬼头颅回到本体 到时候 他肯定不好对付 于是 凌然和林清风对视一眼 终于默契了一回 凌然负责对付厉鬼的头颅 林清风负责对付厉鬼的肢体 又是几个回合下来 厉鬼再次落入下风 厉鬼发出愤怒的尖叫声 命令小鬼前来帮忙 小鬼纠结着步伐 往前挪动了一步 下一秒就看见 诺诺手中的符纸 闪着下鬼的金光 小鬼刚迈出去的一小步 又缩了回去 违背厉鬼妈妈的话 顶多就是被打 但是现在上去帮忙 可是会死掉的 在皮肉之苦和死亡之间 小鬼选择了承受皮肉之苦 而且厉鬼妈妈 还不一定活得下来呢 如果厉鬼妈妈死了就更好了 这样以后就没有鬼欺负他和奶奶了 到时候 他一定要给自己 找一个温柔善良的妈妈 这样想着 小鬼坚定了自己的内心 回到原本的角落缩了起来 凌然不屑地翻了白眼 这个小鬼根本没啥力量 就算是他来帮忙也没用 要是这个小鬼厉害的话 在刚才就不会是 想办法迷惑那个女孩了 而是直接出手 见小鬼不听自己的话 厉鬼更加愤怒 林清风才不管厉鬼生不生气呢 三两下就把厉鬼的身体给捆了起来 厉鬼的脸实在是太辣眼睛 凌然正在思考 怎么把他的头颅困住 一旁的林清风拎着沐鱼就上来了 只见林清风拿起沐鱼帮帮又是两下 厉鬼凌然直接晕了过去 凌然 师父你有这好东西 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沐鱼里面有很大的能量 师父那两下虽然看着不重 但是是带了功德精光的 这厉鬼还算厉害的 承受了三下才只是晕了过去 这要是换作一般的小鬼 恐怕就用沐鱼捶一下就得灰飞烟灭 林清风瞥了一眼凌然 没有说话 就算是有好东西 也轮不到给凌然这个臭小子 他当然要把好东西都留着给诺诺用 别说是他手上好东西了 就是以后这整个道观 他都打算给诺诺继承 凌然 这三只鬼怎么处理 林清风 一老一小送到特殊部门 这个厉鬼直接杀了就是 好 随后 凌然拿出桃木剑 将指尖咬破 血液涂抹在桃木剑上 又拿起符纸贴在厉鬼的四肢 以及头顶 最后 凌然一剑刺穿了厉鬼的心脏处 厉鬼惨叫一声后 身形化成一缕青烟 消散在天地间 一旁的白发女鬼和小鬼 看见厉鬼死了 眼底露出一抹轻松 随后似乎意识到什么 又一脸害怕地看向凌然 凌然则是将两只鬼用符纸钉住 随后给七年发了消息 女孩对诺诺几人诚恳地道谢 凌然告诉她 以后不要随意接下这种 看起来有些古老的东西 说不定里面就住着厉鬼之类的 说起来 女孩被这三只鬼盯上 也是无望之灾 这厉鬼虽然厉害 却不能离开发簪容器太久 并且出现的时间并不固定 而另外一老一小两只恶鬼 是一直跟在厉鬼身边的 正是因为女孩拿到了发簪 两只恶鬼才会出现 不过林清风在掐算了厉鬼 和两只恶鬼的渊源后 却觉得有点意思 说起来 这三只鬼原本都是一家人 第221章 林清风的危机 准确来说 白头发老人是厉鬼丈夫的母亲 小鬼则是厉鬼的亲儿子 厉鬼女生活的那个时代 本就重男轻女 女人通常不被看中 同时她又被自己的婆婆 也就是那个白发女鬼 日日刁难 丈夫对厉鬼女的情况视而不见 毕竟在他们那个时候 没有身份的女人 从来就是男人用来娱乐的工具 厉鬼女的生活虽然艰难 但在生下儿子后 也有离死改变 她原本要求也不高 只要自己能守着儿子平安长大就好 可生活却结结实实地 给了她一耳光 没过多久 丈夫官场上升了职 一时更瞧不起这个 没有家庭背景做依靠的妻子 于是 丈夫将一个小官的女儿 抬进门做了妾室 那时 她对这个妾室 并没有太大的意见 没想到 这个妾室 并不是什么安分的人 在进门后没多久 便设计了她 让她背上了偷汉子的罪名 甚至被丈夫当场捉奸在床 丈夫一气之下 让人将她拖到柴房乱棍打死 可那个妾室 似乎并不打算 这么轻松地让她死掉 于是 妾室买通了下人 让下人将她拖去乱葬岗 甚至让一堆乞丐领辱她 她当然是不愿意被领辱的 挣扎反抗之间 她摸到了头顶唯一的发簪 可她一个弱女子 就算有发簪 也无济于事 甚至因为反抗 激怒了那些乞丐 乞丐用发簪划烂了她的脸 领辱了她之后 将她丢在了乱葬岗中 虽然乞丐并没有杀掉她 可她却被折磨得 连从地上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最后 因为乞丐身上的脏污 导致脸上的伤口感染 整张脸溃烂不堪 她拖着最后一口气 将发簪插入了自己的心脏处 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只不过 她遭受了痛苦怨气滔天 死后怨气经久不散 很快成为厉鬼 但由于自身血液和发簪相容 她的魂魄 只能依附于发簪之中 成为厉鬼之后 她的第一件事 没想到再去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抛弃弃子的傅心汉 她想也没想 就杀掉了傅心汉 此后她怨气大增 当天夜里 她被怨气控制失去心智 杀死了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12口人 等她清醒过来时 全家人的魂魄已经不知所踪 当时她也有过后悔 不过更多的是报复后的畅快 在后来 她无意中发现了婆婆和儿子的魂魄 原来当时婆婆和儿子死后 见她在疯狂吃别人的魂魄 婆婆就带着儿子躲了起来 最终成功躲过她的追杀 因为她能离开发灾的时间不定 于是她利用自己的能力 压制着婆婆和儿子为自己打工 逼迫他们去外面诱拐无辜之人 来到她身边 这样她就好杀人 增加自己的功力 几百年来 被厉鬼女杀掉的人数不胜数 她儿子和婆婆 也在她怨气的熏陶下 进化成了恶鬼 厉鬼女虽然一开始是可怜的 但她不应该残害那么多无辜之人 所以她只能接受灰飞烟灭的惩罚 而她的婆婆和儿子是被迫的 需要判官审判后再做定夺 两个有缘人的问题都解决了 墨诺好心情地洗漱之后 扑进白莫涵的怀抱中安然入睡 白莫涵看着怀里软软小小的一团 心底一片柔软 在遇到诺诺之前 她从未想过 自己也会有为了一个小仔仔 牵肠挂肚的一天 深夜 一缕不知名的黑气 从窗口钻了进来 直直地朝着白莫涵的方向飞了过去 大床一侧在毯子上闭眼休息的白色老虎 警惕地睁开眼睛 随后毫不犹豫地一巴掌拍在黑气上 那黑气就好像有实体一样 在承受了喵喵的一巴掌之后 很快便消散 喵喵看着还在美梦中的懦懦 心底叹息一声 看来有的人已经狗急跳墙了呀 喵喵眼中快速闪过一抹红光 随后回到原位继续进入梦乡 第二日 林清风好心情地吃着早餐 在接到一通电话后 瞬间沉下了脸 第二百二十二章 雇人来电 电话那头 一道仓劲有力的声音传来 你好 我是穆子鸣 穆子鸣就是穆老爷子的名讳 听到这个名字时 林清风身体有一瞬间的僵硬 林清风并没有做出回应 穆老爷子继续说道 听说你你对风水方面颇有造诣 能否请米为我穆家风水指点一二 林清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不能 穆老爷子 那我们见一面 可以吗 林清风 不可以 小风 算我求求你了 我也活不成了 就当是我死前最后的遗愿 可以吗 穆老爷子声音微微颤抖 带着一丝卑微和期待 林清风愣了很久 就在穆老爷子以为他不会同意时 一道很轻的声音落入穆老爷子的耳中 嗯 穆老爷子心中燃起了希望 他想再说些什么 但对方已然挂断了电话 时间回溯到昨天下午 之前被林清风砸掉外公相框的荣盛 到穆家陪同穆老爷子吃饭 吃饭时 荣盛不经意间提起了林清风 当荣盛说出林清风一眼 就看出了自己风水存在的问题时 穆老爷子眼中浮现出对强者的欣赏 甚至有想让林清风来到穆玄清师傅的想法 毕竟他业障缠身 虽然已经金盆洗手 但年事已高 也活不长了 虽然穆玄清这孩子让人很放心 但能遇到更好的老师 让自家孩子变得更强 他还是愿意的 本着给穆玄清找老师的想法 穆老爷子找荣盛 要来了林清风的社交账号 林清风的社交账号上 唯一的一张照片 便是自己的一张背影照 可就是这张背影照片 让穆老爷子心脏猛地跳动起来 那是他几十年来都不曾忘记的身影 只一眼 他就无比确信 这就是他的小风 随后 穆老爷子找人调查了林清风的资料 这一次 他无比确信 这个人就是他的小风 原来这么多年 小风还活着 但小风不来找他 一定是不想见他 可他快死了 无论如何 他想见小风一面 穆老爷子纠结了很久 最终在第二天清晨 打出了这个电话 他就知道 小风是个善良的孩子 即使是恨着他 也不愿意 让他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林清风吃饭完后 便一个人离开了兰院 半个小时后 林清风出现在穆家别墅外 刚一下车 林清风就看见了 站在门外等待着他的穆子明 穆子明在看见林清风的一瞬间 眼眶变红得彻底 三十几年了 他终于再一次见到小风了 林清风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只是上前打量着穆子明 随后轻驰一声 你这次倒是没有骗我 林清风指的是穆子明说 自己活不长了的话 他刚才算了一下 穆子明活不过半年 穆子明扯出一抹苦笑 他知道林清风恨他 他也的确该恨他 小风 对不起 他有很多想对对方说的话 结果话到嘴边 只能说出一句抱歉 林清风 哦 但我不会原谅你 穆子明 我不奢求你的原谅 我只希望你过得好 林清风冷笑一声 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好 喝 我被关进不见天日的地下室的时候 你怎么不站出来说 希望我好 我被当成小白鼠做实验的时候 你怎么不站出来说 希望我好 我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时候 你怎么不站出来说 希望我好 面对林清风一声声地质问 穆子明只觉得 喉咙干涩地说不出话 他明白 林清风遭受的痛苦 远远不止 他说出来的这些 小风 我 林清风不耐烦地打断穆子明的话 漂亮的毛子染上一抹厌恶 穆子明 收起你那阴暗虚伪的面具 我不想看你表演 第223章 是否原谅 荣胜皱着眉头上前 不是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荣胜原本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站着 但看到林清风凶狠的模样 和自家舅舅难过的表情后 荣胜就憋不住了 林清风看到荣胜后 面色倒是好了很多 穆子明沉声吩咐道 小胜 退下 荣胜 舅舅 穆子明冷下脸 退下 荣胜一向听穆子明的话 于是点了点头道 好吧 你这疯子不要欺负我舅舅 林清风眉头一挑 眼中闪过一抹恶趣味 我就欺负他了你 能把我怎么样 荣胜咬牙切齿道 你小心我揍你呀 林清风不明意味地痴笑一声 似乎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 穆子明面色温怒 荣胜 我叫你退下 舅舅已经连名待姓叫自己了 证明舅舅是真的生气了 荣胜不敢再多说什么 连忙退到了一边去 林清风看着远处的荣胜 眼中闪过一抹幽光 小九的孩子倒是听你的话 小九生下小生后没多久就去世了 小生他爸也跟着去了 小生这孩子从小就没了父母 是跟在我身边长大的 一向话不算多的穆子明 耐心地和林清风解释着 林清风冷笑一声 带着厌恶和嘲讽的目光 看向穆子明道 穆子明 你真的很垃圾 连我们最爱的妹妹都保护不了 这话对穆子明的打击并不小 穆子明的脸色肉眼可见得白了一些 穆子明艰难地开口 小峰 我 林清风不耐地打断对方 够了 我不想看你虚伪的表演 我告诉你 我不会原谅你的 说完 林清风毫不犹豫地转身驱车离开 穆子明看着林清风渐行渐远的车辆 眼中唯一的光芒渐渐地暗了下来 荣胜见林清风离开 连忙上前搀扶着穆子明 舅舅 那个疯子没对你做什么吧 穆子明 小胜 他是你的长辈 荣胜 啊 是他听错了吧 那个看起来还没他年纪大的家伙 是他的长辈 小胜 你要记住 从今以后 只要你在世 你就必须关注他的动态 若他过得不好 你得帮助他 荣胜还在震惊中没反应过来 舅舅 这 穆子明叹息一声 挺直地被在这一刻弯了下去 小胜 是我对不起他 但我时日不多了 只能麻烦你了 荣胜愣在原地 穆子明的话对他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在他的印象中 舅舅的身影一直都是高大的 舅舅身体也一直都很好 为什么舅舅会突然说他时日不多了 荣胜有些手足无措 舅舅 你别这么说 我 穆子明却摆了白手 转身离开 走吧 天冷了 看着舅舅离开的背影 荣胜似乎感受到了舅舅的滴落和沧桑 荣胜快步追了上去 扶着穆子明一步一步走回家中 林清风离开后并没有回到兰院 而是驱车到了一片荒芜的郊区 林清风来到一块墓碑前 一番祭拜之后 坐着靠在了墓碑上 他拿出自己来的时候 在路边超市买的烈酒 仰头喝下一大口 随后 林清风像是想到了什么 低头笑出了声 但他笑着笑着 一滴泪水夺框而出 落了下来 妈妈 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林清风低声呢喃着 像是在问别人 又像是在问自己 第224章 陈年往事 很多年前 他也生活在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中 他的家庭称得上是玄学世家 母亲祖辈在玄学圈内人气都比较高 当年 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 并且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可惜父亲家事算不上好 并且父亲当时在玄学圈内 只是一个积极无名的小辈 奈何父亲对母亲一直坚持不懈的追求 母亲最后被父亲的真诚打动 说服外公后和父亲结了婚 婚后 外公即使再不喜欢父亲 也看在母亲的份上 开始带着父亲出席各种上流社会的活动 有了母亲和外公的帮衬 父亲逐渐在玄学圈内打响称号 并且在一次父亲消灭厉鬼后 一战成名 几年后 父亲成功成为了玄学圈内出名的大师级人物 而母亲也在怀孕后 在父亲的劝说下慢慢地淡出了玄学圈 后来母亲生下了他和父亲的第一个孩子 也就是他的哥哥 哥哥出生后没多久 外公一家发生意外去世 母亲在外公离世消息的打击下 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 从那时候开始 玄学圈已经很少能听到母亲的名字了 在后来 母亲怀孕并且生下了他 在他的记忆中 母亲很好 虽然他犯错时 母亲会严厉地批评他 但母亲慈爱的目光 永远会落在他和哥哥身上 那个时候他开始记事了 母亲也会教他一些玄学方面的基础 而他也在玄学方面 展露了惊人的天赋 在他的印象中 父亲一直都是忙碌的形象 甚至忙到很少回家 小时候的他 甚至有些好奇 难道大人就这么忙吗 长大后他才发现 他哪里是忙 他是偷偷地侵占外公 留下的所有财产罢了 在后来 母亲再次怀孕 而这一次 母亲怀胎九月时 意外摔了一脚 导致母亲早产 妹妹也因为早产而身体雷弱 当时的他有些天真 他以为有了妹妹 以后的生活 一定会更加幸福 可惜 没过多久恶好传来 母亲死了 死在了妹妹刚满一岁的那天 那时的他 已经明白了死亡的含义 对于母亲的去世 他是无法接受的 父亲对外声称 母亲生妹妹 时伤了身体 落下了病根 所以没多久就去世了 当时 他竟然傻乎乎地 信了父亲的话 由于妹妹没怎么感受过母爱 又从小体弱多病 所以他和哥哥一直都很心疼 也很疼爱妹妹 就这样 他们安然无恙地生活了五年 五年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得知了母亲 以及外公死亡的真相 原来 父亲从来没有爱过母亲 他只想利用母亲家族的人脉 达到自己一飞冲天的目的 外公的死并不是意外 而是他一手策划的 外公死后 他变得忙碌 只会为了想办法 独吞外公的财产 可惜的是 外公早就留了后手 将名下的所有财产 都转移到了母亲名下 所以 父亲的算盘落空了 但他怎么会甘心 看着这破天的富贵 落到别人头上呢 于是 父亲开始策划母亲的死亡 第225章 事实真相 父亲找来了一种慢性毒药 每日加在母亲的吃食当中 按照父亲的计划 母亲过不了几年 就会死亡 妹妹的出现 对父亲来说是一个意外 不过歪打正着 让母亲的身体 变得更加雷弱 母亲生下妹妹之后 本就身体雷弱 父亲还将外公死亡的真相 告诉了母亲 母亲一个急血攻心 从此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而父亲也顺理成章地 拥有了母亲名下 所有的财产 得知真相的林清风 心中百感焦急 他震惊 愤怒 痛苦 最终都转变成了仇恨 他没有急着去质问父亲 而是将这个秘密 埋藏在了心底 并且拼了命地学习 就是为了以后 能够比父亲更加出色 事实证明 他可以的 也做到了 林清风20岁时 就已经在玄学圈内 展露头角 又在22岁时一战成名 从此成了人人夸赞的对象 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同时 他也没有忘记 收集父亲害死母亲 和外公的证据 只不过 在他还没开始 实施计划的时候 父亲率先动手了 一顿很平常的家庭聚会 却让林清风吃完以后 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林清风已经身处一个 阴暗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了 起初 他是被蒙住眼睛的 他并不知道 将自己关起来的人是谁 他只知道 自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 绑架自己的人 似乎是在自己身上做着实验 他不断地被抽血 又不断地被迫 吞进一些奇怪的东西 他也尝试过逃跑挣扎 但始终无济于事 饭菜都是每天定时定点 送到他嘴边的 如果他反抗绝食 那就会被饿上一天 一段时间下来 他变得沉默了 也变得听话了 脑海中的仇恨支撑着他 他必须活着离开 必须为母亲和外公报仇 有一天 他听到自己遭受折磨 不知多少岁月以来的第一道人声 也是他很熟悉的声音 是哥哥用震惊和不可置信的声音 喊着父亲 那一刻 他明白了 原来 将他关起来那么久的人 就是他人面兽心的父亲 怪不得他会在自己家中被绑架 原来一切都是父亲安排的 哥哥看见了他被折磨后的模样 哥哥想要救他 哥哥也质问父亲 为何要这么做 然而 父亲只是非常冷静地告诉哥哥 他体内业障太多 活不长了 他想要活下去 他要长生不老 这么多年 他也一直在用人做实验 可是那些人体质太差了 根本承受不住他研制出来的东西 没多久就死了 没办法 他只能用这个才华横溢的二儿子来做实验 毕竟自己的二儿子 从小就是人人称赞的小天才 长大以后的名声 甚至要超过他了 当时 哥哥还在尝试劝阻父亲 可当父亲说出 他们家必须有一个人来当这个实验品后 哥哥沉默了 哥哥的沉默 是对父亲最好的默认 也是对他最大的残忍 从那以后 哥哥再也没有劝阻过父亲 甚至偶尔还会帮着父亲改良实验 外界的人 也不是没有打探过他的消息 只不过每一次都会被父亲 用他出国留学为理由 给搪塞了过去 他就这样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中 度过了不知道多少个岁月 终于有一天 他气弱油丝 他知道 自己就快死了 迷迷糊糊之间 他感受到父亲骂他废物 似乎也感受到了来自哥哥的眼泪 后来 他似乎感觉有人搬动了他的身体 将他带出了地下室 丢进了深山之中 当时他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又被丢进了未开发过的深山之中 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只是还没能给母亲报仇 他还有些遗憾 就在他将死之际 他看到了一道身影 第226章 交易 看清楚那道身影的时候 他内心不由得有些好笑 真快呀 自己才刚死 转头就看到阎王爷了 神奇的是 阎王爷说话了 他问自己愿不愿意用他的生命 和他做一个交易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阎王爷治好了他 并且赋予了他一些 自己意想不到的力量 在那之后 他并没有急着回去报仇 因为阎王爷告诉他 他的父亲马上就会死去 并且按照他父亲的所作所为 会被打入18层地狱兽行 对于父亲的这个结局 他很是满意 后来 他在山上找到了一个破旧道观 从那以后他在道观住了下来 他偶尔会上街给人算卦 收一些钱来补贴自己的花销 在后来 道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好了不少 他也收下了几名比较有天赋的弟子 他父亲死的那日 他其实去看了的 真好啊 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 瘦成了皮包骨 凄惨地躺在棺材里 如果不是他答应了阎王爷 自己不能犯下任何业障的话 他一定会将他那恶贯满盈的 父亲的骨灰都给养了 其实他也不是没想过 爆出当年所有事情的真相 可是又有谁在乎呢 这么多年了 他那聪明的哥哥 又怎么会察觉不到母亲死亡的蹊跷呢 只不过是他贪生怕死 最终选择了沉默 一想起木子明说希望自己好 他就觉得无比地讽刺 林清风起身 用衣袖擦拭着墓碑上的灰尘 可怜他的善良的母亲 被那种禽兽不如的东西害死 最终还只能落得个无名墓碑的下场 其实他父亲那个禽兽 一开始还装模作样地 对母亲的去世感到悲伤 直到母亲的财产转移到了他的手上 外界也不再关注他们家的情况 那个禽兽连夜将母亲的坟 迁到了这荒郊野外的地方 甚至连墓碑都不想给母亲理 最后可能是他良心发现 给母亲弄了个无名墓碑 这样的禽兽 就是下地狱被折磨个上万年也不为过 只是他前几日的闹腾 委屈小盛了 小盛并不知道当年的真实情况 他当时的行为的确有些冲动了些 到底是自己最疼爱的妹妹的孩子 等找个机会帮他提升一下气韵吧 也算是为自己的冲动行为道歉了 此时 微风轻轻吹过 林清风似乎闻到了一股似有若无的兰花香 那是母亲最爱的香味 小时候他总是喜欢趴在母亲身上 闻那兰花香 林清风郑重地朝着母亲的墓碑 磕了三个头 随后才晃晃悠悠地离开 只是他离开时的背影 看起来似乎比来时欢快了不少 另一边 荣盛很是好奇林清风的真实身份 但奈何穆子民并不打算告诉他 于是 荣盛打电话给穆玄青 说明了今日发生的事情 穆玄青听完后 沉默了许久 小叔叔 爷爷不愿意说的话 您就别好奇了 听爷爷的话就好 其实他或许能猜到一点真相 不过爷爷爷不愿意说 他当然也不能告诉荣盛 荣盛撇了撇嘴道 那好吧 不过你小子是真无趣啊 穆玄青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许多人都吐槽过他的性子 但他的确有些沉闷 爷爷前几日告诉他 他其实不是爷爷的亲孙子 其实 就算是爷爷不说 他也能察觉到不对劲 毕竟 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 另外 他脑海中有一段模糊的记忆 第227章 幼稚白总的亲子套装 他记得 自己是被生母丢弃在了小河中 他不知道 自己顺着水流漂流了多久 只记得自己每次精疲力尽睡着后 在睁眼 依旧身处和面 不过好在 那条河水流缓慢 他没有被冲进河中淹死 后来 似乎有一双温暖大手 将他抱了起来 那时本就是婴儿的他 加上漂流了不知多久 于是根本没力量睁开眼睛 恍惚间 他听到了一声叹息 再然后 他被裹进了温暖的小棉被里 等他再次醒来时 他只听见敲门声响起 紧接着 自己的爷爷就走了出来 他不知道 那个将他放在爷爷门口的 好心人是谁 但是他认为 那个人肯定和爷爷是认识的 否则也不会特地把自己 放到爷爷的门口 两天后 诺诺喜提周末 诺诺兴冲冲地 扑进白沫寒怀里 巴巴 白沫寒顺势将诺诺 搂进怀里 眼中闪过一抹柔和 怎么了宝贝 诺诺眨巴着大眼睛 一脸期待地 看着白沫寒 诺诺想要小金鱼 好 我们这就出去买 一般来说 买几条金鱼这种小事 吩咐下人去做就好 但白沫寒愿意陪着诺诺 做任何事情 哪怕只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好爷巴巴 果然是全世界最好的巴巴 诺诺开心地抱着白沫寒 巴急了好几口 以此表示自己的喜悦 其实小家伙 想要小金鱼 也属于一时兴起 因为幼儿园 几乎所有小朋友家里 都有小金鱼 就诺诺家里没有 所以诺诺这才想买小金鱼的 打定主意后 妇女俩就收拾了一番 准备出门 白沫寒还特地给诺诺 还有自己换上了亲子套装 以前的白沫寒 对于情侣装亲子套装 这类的东西嗤之以鼻 现在的她 恨不得拿个喇叭告诉全世界 这么可爱的闺女 是自己家的 刚一下楼 就碰见了从剧组回来的白衣 诺诺宝贝 诺诺卖着小短腿 蹬蹬蹬地跑了过去 四哥哥 白衣一把将诺诺搂进怀里 狠狠地巴唧了几口 闻着诺诺身上甜甜的奶香味 白衣只觉得一身的疲惫 都一嗓而空 哎呦 几天不见想死四哥了 快让四哥抱抱 诺诺任由白衣吸他 乖乖地缩在白衣怀里 嘿嘿 四哥哥工作忙完了呀 白衣叹息一声道 是啊 再不结束 我就快疯了 其实按照剧组原本的排班 他还得半个月才能结束拍摄 但是再等半个月 见不到诺诺的话 他是真的会发疯的 于是在白衣的强烈要求下 剧组把他的戏份 拉了出来提前拍摄 这才让他在昨天半夜 结束了他的工作 然后白衣勉强休息了几个小时 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回了兰院 白衣看了一眼 诺诺和白莫涵的穿搭 瞬间明白了 这妇女俩是打算出门 否则 他这个平时都是精英打扮的三叔 怎么会穿这种休闲卫衣呢 甚至衣服上还有卡通图案 诺诺这是打算出门了吗 诺诺 速得呀 诺诺要和巴巴一起去买小金鱼 白衣眼中闪过一抹脚侠 那我也一起去 他就是故意问的 就是要诺诺同意 带他一起出门 否则三叔那个女儿控 肯定不会同意带着他一起的 但是诺诺同意了就不一样的 三叔是不会否决诺诺的要求的 诺诺毫不犹豫地硬了下来 好呀 嘿嘿 白衣抬头瞥了一眼白莫涵 此时白莫涵脸色已经沉了下来 音音怪吓人的 但是有诺诺在 他不怕 就这样 原本的妇女双人游成了亲子三人友 而白衣不知道的是 他亲爱的三叔 已经在思考 把他绑了丢去山沟沟里了 第228章 傲娇羊驼 几人很快抵达一个大商城外 这个商城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每一层都对应了一种分类 比如动物区 花卉植物区 服装区 奢侈品区等等 刚一出电梯 诺诺就被一侧的鲸鱼馆给吸引了 哇 诺诺大大的眼睛中写满了好奇 原来小鲸鱼并不是只有一种啊 这里的鲸鱼多到诺诺都快看不过来了 老板热情地上前问道 小妹妹 买鲸鱼吗 诺诺点了点头 是啊是啊 老板顺着诺诺的目光看去 开始的介绍 这是红龙情比较常见的一种鲸鱼 白沫涵跟在诺诺的身后 将诺诺多看了几眼的东西都记了下来 随时准备刷卡购买 而白衣则是被一旁宠物店的羊驼吸引了目光 哎嘿 小羊驼 小羊驼 你说我帅不帅 觉得我帅的话你就叫一声 那羊驼慢吞吞地咀嚼着嘴里的胡萝卜 轻飘飘地瞥了一眼白衣 只是这一眼 白衣竟然从里面看出了轻蔑和不屑 哎哎 你什么眼神啊 闻言 羊驼吐掉了嘴里的胡萝卜 正当白衣以为羊驼要回应自己的时候 羊驼迅速从嘴里吐出一口口水 喷在了白衣的脸上 我靠 白衣猛地叫出了声 在店里动猫的店主 这才发现店外有人 急忙跑了出来 看到白衣黑着脸跳脚的样子 店主小姐姐立刻拿出纸巾递给白衣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们家这只羊驼性格不太好 谁靠近就喷谁 实在是不好意思 而且她在旁边贴了标语了 羊驼性格不好 请勿靠近 然而白衣没把标语当回事 跑去招惹羊驼 结果被喷了 白衣本来是有些生气的 结果一看对方是个女孩子 这才把怒火咽了下去 白衣摆了白手 没事 是我的问题 一旁已经挑选好了小金鱼的诺诺 也被白衣这边的动静吸引了过来 诺诺疑惑地看着白衣 四哥哥 怎么了 白衣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没事 诺诺你买完小金鱼了 她当然不可能把自己被吐口水 这么丢脸的事情告诉诺诺 否则自己在诺诺面前 就没有哥哥的威严了 诺诺买完了 白衣 那我们走吧 她不想继续留在这个丢人的地方 一旁的羊驼 却突然叫了一声 引起了诺诺的注意 诺诺指着羊驼疑惑地歪了歪头 四哥哥 这个是什么呀 不说还好 一说这玩意儿白衣就觉得丢人 甚至感觉自己脸上的口水 还没擦干净呢 是羊驼 诺诺上前一步 热情地挥挥手 小羊小羊 你好呀 如今诺诺所在的位置 羊驼只要稍微一低头 就能把口水喷到诺诺脸上 白衣一惊 连忙上前抱起诺诺 生怕羊驼的口水等下 出现在诺诺的脸上 然而 羊驼并没有动作 反而温顺地低下头 做出一副任人抚摸的模样 白衣 店主 诺诺疑惑地看着 突然把自己抱起来的白衣 凿莫拉四哥哥 白衣 没什么 我们该回家了 诺诺乖巧点头 好 眼看着几人转身要走 一旁的羊驼突然急了 嗯 羊驼发出焦急的声音 甚至不停地撞击面前的围栏 诺诺 小羊凿莫拉 白衣则是将目光看向店主 店主汗颜 按照他对这个叛逆羊驼的了解 这羊驼是想跟着小女孩一起回家 嗯 他想跟你一起走 诺诺看向羊驼 奶声奶气道 小羊 你想跟诺诺回家吗 羊驼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白衣 说好的性格不好呢 怎么在诺诺面前这么乖 店主 无所谓 他虽然很惊讶 但是已经麻木了 第229章 带羊驼回家 诺诺刚想转头询问白莫涵的意见 就看见白莫涵已经熟练地掏出黑卡 递给了店主 店主接过黑卡 将羊驼相应的金额划了出来 随后 店主说了一些 饲养羊驼的注意事项后 又赠送了一些食物 羊驼似乎也明白 自己被诺诺买下了 于是仰着头 开心地叫了两声 最终 这一趟外出 不仅买了许多小圆 还买下了一只羊驼 回到家中 羊驼被管家安排了专业人士饲养 诺诺买下的那些小圆 也被放在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白莫涵临时接到一个电话 便又一头扎进了书房中 诺诺乖巧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动画片吃着零食 生活好不惬意 白衣本想回房间休息 却又舍不得诺诺 于是最后 变成了白衣躺在沙发上 抱着诺诺看动画片 看着看着 白衣突然意识到 诺诺的头发似乎有点长了 都快遮住眼睛了 白衣 诺诺宝贝 你这头发是不是太长了 诺诺眨眨眼睛 又摸了摸自己的小刘海 嗯 好像是有一丢丢 白衣吃笑两声 嘿嘿 那要不剪短一点 诺诺 要搭 白衣 那四哥哥帮你剪呗 诺诺后退了一点 看着白衣的笑容 有些害怕 不要 白衣 为什么 四哥哥剪头发 可好看了 诺诺 真的 真的 诺诺你不相信四哥哥吗 说着 白衣做出一副 伤心欲绝的模样 诺诺犹豫着 嗯 相信 白衣一秒露出笑容 嘿嘿 那就让四哥哥帮你剪呗 诺诺扣手手无奈叹息 好吧 四哥哥要给诺诺剪好看哦 白衣骄傲地点了点头 嗯 放心吧 你四哥哥技术好得很 说完 白衣就起身 去找剪头发的工具去了 诺诺 瞥了一眼白衣远去的背影 总觉得四哥哥不太靠谱呢 一旁一直关注着 诺诺动态的管家 心中富费 小四少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这万一剪得不好 把小小姐惹生气了 估计少爷会直接 把小四少的头发给剔了 所以 他要不要现在就去告诉少爷目前的情况呢 就在管家纠结的时候 白衣已经找到了一把大小合适的剪刀 并且让诺诺坐在了一个大落地径面前 白衣 好 四哥哥要开始了 诺诺 诺诺害怕地扯了扯白衣的衣袖 嗯 四哥哥 你真的 白衣脸上写满的难过 诺诺 你不相信我 诺诺 诺诺相信 文言 白衣脸上一秒挂上笑容 并且举着手保证道 哎呀 四哥哥保证给诺诺剪得特别好看 如果不好看的话 四哥哥的头发就任凭诺诺处置 诺诺 好吧 生活不易 诺诺叹气 四哥哥都这么说了 诺诺还能怎么办呢 哎 白衣拿着剪刀 开始慢条斯理地修剪头发 看起来还真有点托尼老师那种感觉 管家见白衣动作娴熟 也就放弃了去告状的心思 然而 下一秒 阿秋 白衣打个喷嚏 手中的剪刀突然一抖 等白衣回过神来的时候 诺诺的头发 已经被剪出一个缺口了 管家心中咯噔一下 完了 白衣心中也咯噔一下 完了 白衣刚想让管家不要告诉三叔 管家就已经上楼敲响书房的门了 白衣 无命休矣 第230章 诺诺哭唧唧 诺诺也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缺了一脚的头发 即使是颜值再高 那头发缺了一脚 看起来不免也有些滑稽 坏哥哥 你骗人 诺诺小乃音颤抖着控诉着白衣的恶劣行为 可爱的小脸因为难过而垮了下去 白衣心头一惊 手忙脚乱地安抚着诺诺 诺诺 诺诺你听我解释 诺诺气呼呼地转过头去 转身扑进快速赶来的白沫寒怀里 巴巴 也不知道为什么 原本只是有些难过的诺诺 在看到白沫寒后 竟然委屈地哭了出来 呜呜 坏哥哥 坏哥哥骗诺诺 诺诺变丑丑了 诺诺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宝宝了 诺诺 诺诺在白沫寒怀里 抽抽叶叶地哭诉着 白沫寒动作轻柔地安抚诺诺 看向白衣的脸色 则是彻底冷了下去 在白沫寒眼里 诺诺再厉害 也不过是个三岁半的小朋友 白衣把自己的宝贝闺女惹哭了 那她真该死啊 白衣看着诺诺哭泣 心里也有些不好受 别说是白沫寒想打死她了 就是她自己也想打死自己 这个喷嚏 怎么就来得这么及时呢 害得她把诺诺头发弄毁了 诺诺别哭 这次是个意外 四哥哥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样吧 诺诺也给四哥哥剪头发好不好 诺诺抬头看了一眼白衣 随后又难过地将脑袋 埋进白沫寒怀里 可是 可是诺诺不好看了 呜呜呜 白衣 诺诺别怕 等下四哥哥找顶级造型师 顶剪头发 肯定能把诺诺 变成全世界最好看的宝宝 诺诺 呜呜呜 真的吗 白衣连忙保证道 真的 四哥哥发誓 绝对不骗诺诺 诺诺不再看白衣 而且委屈巴巴的抬头 看向白沫寒 巴巴 诺诺变丑了 诺诺还是巴巴最爱的宝宝吗 白沫寒不由得有些好笑 小家伙担心的问题 完全不值一提 当然是了 诺诺不管变成什么样子 在爸爸心里 都是最好看的宝宝 爸爸永远最爱诺诺 白沫寒温柔地摸了摸 诺诺的小脑袋瓜 声音可谓是 能将人溺死在其中 诺诺不安地 揪着白沫寒的衣袖 巴巴不可以骗诺诺哦 白沫寒眉头一挑 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 诺诺破涕微笑 抱着白沫寒的脸 巴唧了好几口 嘿嘿 爸爸最好啦 诺诺也最爱爸爸 白衣 得 现在自己不配被诺诺爱了 正在无聊冲浪的网友们 突然接到了直播推送通知 点开一看 原来是他们那800年 不营业的爱豆 终于开直播了 网友们兴冲冲地点进直播间 却发现白衣坐在一个凳子上 一脸的生无可恋 白沫寒则是面无表情地 抱着诺诺在一旁站着 仔细一看 诺诺手中还拿着小剪刀 管家站在手机前解释道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白衣的直播间 现在我们要直播 给白衣剪头发 希望大家喜欢 从管家的语气中 不难听出幸灾乐祸的意味 此时 也有细心的网友 发现了诺诺头发有些不对劲 嗯 诺诺头发怎么缺了一脚 怎么是诺诺给一哥剪头发啊 家人们 你们说会不会是一哥做错了啥 所以被迫剪头发了 我看白总的表情 怕是恨不得把一哥给撕了 那肯定就是一哥又做死了 不出意外的话 诺诺的头发就是一哥弄的 所以白总压着一哥直播被剪头发 大家猜猜看一哥的头发 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盲猜是锅盖头 我觉得是朵拉头 我觉得是光头 楼上的你是真敢猜啊 我猜是地中海 你也不逞多让吗 随着网友们的热情高涨 诺诺也开始挥动了剪刀 第231章 爱探险的朵拉 随着剪刀的挥动 白衣的碎发 齐刷刷的落下 我去 这大胆的手法 完了 我感觉一哥要变成锅盖了 你别说 诺诺手还挺稳的 一点也不带抖的 还真是 剪得好平整啊 等诺诺停下手中的动作后 管家将镜头移到了白衣面前 直接给白衣的新发型 来了一个特写 一哥这头发好丑啊 微分碎盖变成锅盖了 救命 这个朵拉一样的发型 得亏我们一哥颜值能打 否则是真的要掉粉了 虽然但是 这个发型依旧显得我们一哥有点丑 那没办法 谁让我们一哥得罪白总了呢 作为一哥的老粉 我只想嘲笑一哥活该 前面的 我也是 你们都夺损呐 哈哈哈哈 原本一堆人嘲笑白衣 就已经让白衣很难受了 没想到 还有人看热闹不闲是大 把白衣的朵拉发型截图 做成了表情包 这下好了 白衣是真的绷不住了 于是他决定 在自己头发长出来之前 他都不出门了 而诺诺的发型 最终被专业造型师挽救了回来 又变成了那个可爱的小包子 警号顶流 男爱豆直播变朵拉 警号 一条热搜突然冲出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点进帖子一看 原来是白衣直播被剪头发了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在现场 一哥头发真的像朵拉 白衣 大家好 我是爱探险的朵拉 这个贴主朵笋的 还附带了一哥的朵拉表情包 白衣 律师函 律师 好的朵拉 白衣 很好 现在你也是被告了 这些网友太有才了 汉流加倍了吧 一哥 一个人躲在家里 不敢出门了吧 啊不是 这发型是真的丑啊 受不了了 脱粉了 短短几个小时过去 白衣一看粉丝数量 好家伙 降低了两万多 虽然他并不在意粉丝量 但是他现在的发型 是真的丑啊 网上的事情 自然也是很快 就被经纪人给发现了 不出意外的 经纪人的电话打了过来 经纪人 一哥 你怎么回事啊 白衣撇了撇嘴 还能怎么回事 被我三叔制裁了呗 经纪人到嘴边的话一梗 行吧 既然是白总发话了 那他也没办法 我这刚给你 接了几个代言 一哥 你抽空来拍一下 白衣 不行啊 我这发型太丑了 可以戴假发的一哥 白衣叹息一声 他也想戴假发呀 但是三叔不允许呀 但是三叔找人盯着我的 只要我出门 就必须顶着这个躲拉头 否则我就死定了 经纪人 那算了 我给品牌方说一下 推迟几天 你等白总气 消了再出来吧 嗯 白衣声音闷闷的 有些无奈 也只能如此了 不然让他顶着这个躲拉头出门 是绝对不可能的 挂断电话后 手机上方弹出 诺诺的直播提醒 白衣突然灵机一动 想到了解决方法 他这两天 先在家陪着诺诺玩 等过两天 他去装可怜求求诺诺 只要诺诺一同意 三叔的话算个屁 嘿嘿 他可真聪明 另一边 诺诺顶着自己新出炉的发型 打开了直播 哇塞 诺诺的新发型 好可爱呀 像个圆滚滚的小包子 好想咬一口 第232章 幸运 诺诺嘿嘿一笑 害羞地低下了头 今天还抽幸运吗 网友们把被诺诺抽中的有缘人 称之为幸运 诺诺 要的呀 说着 诺诺投放了一个抽奖 诺诺今天算过了 有一个特别难搞的有缘人会出现 如果他不去解决的话 恐怕会出大问题呢 嘿嘿 前排看戏 希望今天不要遇到什么特别可怕的东西 我已经无所谓了 现在我心如磐石 基本没什么东西能伤害到我 真的吗 那如果厉鬼出现在你面前呢 前面的 假设得很好 下次不要假设了 这孩子 打小就会说话 哈哈哈哈 多损啊 在网友们的一句句讨论中 今天的第一位幸运诞生了 当诺诺念出幸运的网名时 对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啊 怎么回事 这个游戏人生 你说话呀 不会是睡着了吧 不会是不想送礼物吧 不会是觉得 诺诺不靠谱吧 我们诺诺很厉害的 一个嘉年华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就是就是 诺诺 朱叔叔 再过一会儿 莉莉姐姐就要去找你了哟 屏幕前的男人 听到这句话后 心头一震 他今天喝了酒 本来想玩回手机就睡觉的 没想到莫名其妙地 点进了这个直播间 并且 那个什么抽奖 他根本没有去参与 最后出现的 却是他的网名 这让他感觉 这个直播间 处处都透露着奇怪 但是这小孩的话 却让他不得不正视这个小孩 于是乎 男人一咬牙 充值了一千块钱 刷了嘉年华 随后又点击了连线 连线接通后 屏幕中出现了一个 戴着口罩的男人 男人似乎不愿意露脸 仅剩一双眼睛 注视着诺诺 男人压低声音道 你说的莉莉是怎么回事 你认识他 我靠 这大叔怎么给人一种 做贼心虚的感觉 他不会是犯了点什么事吧 不对劲 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 诺诺真诚地摇了摇头 诺诺不认识他呀 男人皱眉 那你怎么知道莉莉的 诺诺 因为诺诺算出来了呀 莉莉姐姐和他的小宝宝 马上就要去找你了 此话一出 男人顿时眼中 闪过一抹惊恐 诺诺 叔叔 去自首吧 这样莉莉姐姐 就不会伤害你了 男人心中咯噔一下 莫非这小孩知道了什么 但是不可能啊 他明明做得很隐蔽呀 男人故作淡定道 什么自首 你在胡说什么 诺诺 叔叔 莉莉姐姐很生气 如果你不去自首的话 莉莉姐姐会把你撕碎吃掉的 男人身体猛地后退 随即快速关掉了手机 他才不信一个小屁孩胡扯呢 只是他并没有发现 弹幕此时说的话 卧槽 这啥呀 以我看这么久直播的经验来看 这男的肯定杀了那个莉莉 然后那个莉莉 变成厉鬼索命来了 但是很明显 这男的不相信诺诺说的话 有凶杀案 潜水的快出来干活了 屏幕前负责观看 诺诺直播的民警 眉头一挑 早在几分钟前 他们就接到诺诺的消息出警了 并且 刑警队也出动了 毕竟这种案子 还是归刑警馆的 另一边 诺诺正在捣固着什么东西 第233章 变故突生 不一会儿 诺诺便大功告成 网友们定睛一看 原本已经退出直播间的男人 突然又出现在了屏幕上 但是看男人的样子 应该是不知情的 此时 男人嘴里不停念叨着什么 并且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东西 这怎么又有画面了 那当然是我们诺诺的功劳呗 啊 这男的是在干啥呀 我猜应该是在找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从侧面看他嘴唇 他是在说 怎么就被发现了呢 不行 我必须赶紧跑 他要跑了 警察叔叔快冲啊 江城民警 大家放心 嫌疑犯跑不掉的 我就说 我们警察叔叔 在直播间潜水吧 前面的 知道 就好别说出来 好嘞 又过了一会儿 男人果然从箱子里 找出了一个手势盒 盒子里面 基本全是金的首饰 男人心满意足地笑了 随手拿起一个背包 将首饰盒扔了进去 随后 男人又在床头柜里 翻出了一些百元现金 将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装入自己的背包里后 男人拿起手机准备出门 然而刚一打开房门 男人就被警察现场拿下 在男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双手已经被戴上了手铐 你们干什么 我没犯罪 你们凭什么抓我 男人不停地叫嚣着 眼底写满了慌乱 警察却并不搭理他 只是将他戴上了警车 好爷 终于被抓了 坏人落网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找下一个信任了 呃 大家是不是忘记了 还有一个莉莉呢 我去 对哦 还有那个可能是 厉鬼的东西呢 嗯 诺诺又在倒腾什么呢 几分钟后 警车正常行驶着 突然 一阵阴风吹过 押送嫌疑犯的警车 竟然就这样 在大庭广众之下消失了 与此同时 和诺诺连线的屏幕 也突然黑了下去 诺诺反手丢出一张符纸 屏幕又瞬间恢复原状 画面刚一恢复 网友们就遭受了一个暴击 只见一个挺的 大肚子的红裙 女鬼正心红的眼睛 死命地掐着男人的脖子 男人身上还有一只 勉强能看出 是个人形的东西 正大张的嘴 啃食着他的肩膀 一旁负责押送嫌疑犯的警察 不知何时晕了过去 见状 诺诺连忙甩出一张符纸 将女鬼钉住 男人这才得以喘息 并且反手将身上 正在啃食自己的东西 丢了出去 那东西发出一声惨叫 竟然引得女鬼身上的怨气 再次疯狂了起来 眼看符纸就要 压制不住 女鬼身上的怨气了 诺诺一边扔出符纸 一边开口劝说 莉莉姐姐 你不要伤人 否则你会下十八层地狱的 可惜 女鬼不为所动 铁了心要杀了眼前的男人 莉莉姐姐 这个坏叔叔会受到惩罚的 你没必要多此一举啊 对呀 我也是说 这男的杀了人 肯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莉莉没必要再搭上自己 就是就是 去投个好胎 下辈子快快乐乐的不好吗 对呀对呀 为了这么个东西 毁了自己真的不值得 诺诺将网友们的话 全部传入女鬼的耳朵里 女鬼眼中出现了一抹挣扎 眼看劝说就要成功时 变故再次出现 第234章 人性的扭曲 男人原本怯懦惊恐的脸上 突然染上狠利 握紧手中指一个手掌大小的 桃木剑朝着女鬼刺了过去 剑人 去死吧 女鬼被诺诺的扶指控制住 根本无法闪躲 男人手中的桃木剑 正中女鬼的心脏 男人脸上挂着得意的神色 让你阴魂不散 让你对我动手 见女人 老子让你魂飞魄散 然而 想象中女鬼身影消散的场景 并没有出现 男人笑容一顿 下一秒 女鬼阴冷的声音传了出来 王帅 你不会认为 你手上的小木头 对我有用吧 只不过一瞬间 女鬼猛地挣托束缚 长长的指甲 狠狠地插入了男人的心脏 男人眼睛睁得很大 嘴巴一张一合 但最终没能发出声响 便没了呼吸 他没想到 自己花大价钱买来的桃木剑 竟然根本无法伤害到女鬼 实际上 那桃木剑 有那么一丢丢用处 不过用在莉莉这种 怨气极深的厉鬼身上 显然是有些不够看的 很快 男人的尸体中 爬出一个透明的灵魂体 很明显 那是男人的魂魄 男人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透明的双手 又看了一眼 浑身怨气 激进实质的女鬼 想也不想把腿就跑 然而 一旁的小鬼轻轻一跳 落在了男人的头顶 小鬼趴在男人的头顶 开始小口小口地 啃食男人的脑袋 男人顾不上甩掉小鬼 只想快速逃离 这个可怕的女鬼 然而 不论她怎么努力 自己都一直停留在原地 似乎永远也逃不出 这片小天地 男人怕了 转过头跪在地上 不断地朝着女鬼求饶 莉莉 我错了 我不该对你不好的 我也不该打你的 我只是害怕失去你 我只是太爱你了 求求你原谅我吧 女鬼却只是冷漠地看着男人 果然啊 人只有在面对死亡时 才会忏悔 自己曾经的恶劣行径 她哪里是真的知道 错了呢 她只不过是想活下去而已 最终 男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小鬼一点一点啃食殆尽 彻底在这个世界没了踪影 诺诺小大人似的叹息一声 悄悄地挥挥小手 一道肉眼不可见的白光 迅速附着在女鬼身上 就连女鬼自己都未曾察觉 女鬼朝着手机屏幕 深深地鞠躬 随后大手一挥 周围的场景发生变化 女鬼消失不见 而车上的警察 被送到了原本的大马路上 警察们清醒过来 看着车上原本坐着 男人的位置落空 和只剩下 诺诺可爱小脸的手机屏幕 陷入了沉思 与此同时 女鬼抱着小鬼 随着鬼叉的牵引 来到了判官店 面对判官大人的威严 女鬼自然是乖巧地跪下 张丽丽 你为何杀害王帅 面对判官的审问 女鬼张丽丽开口解释 原来 张丽丽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在大学期间无聊了王帅 她原本并不喜欢王帅 可王帅苦苦追求 她最终被王帅的真诚打动 也渐渐地喜欢上王帅 大学毕业后 张丽丽不顾父母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远嫁 到距离自己家 一千公里外的江城 和王帅生活在一起 校服到婚纱 原本是很美丽的一段感情 可谁也没想到 婚后的王帅 完全变了一个人 第235章 功德加一 她开始爱上了赌博 张丽丽劝说过 可王帅并不搭理张丽丽 甚至说的她 不耐烦了 还要动手打人 王帅只要赌博失败 就去喝酒 喝完酒回家 继续殴打张丽丽 来发泄情绪 张丽丽也想过离婚 可王帅竟然没收了 张丽丽的钱财和手机 将张丽丽一个人锁在了家里 拿走张丽丽所有钱财后 王帅继续用于赌博 没过多久 便输了个金光 张丽丽以为 王帅输了个彻底 也该幡然醒悟了 张丽丽卖给了那些男人 张丽丽并不愿意 王帅就下死手打她 就这样 张丽丽被迫走上了这条路 没过多久 张丽丽怀孕了 王帅很愤怒 觉得自己头顶绿油油的 可他一想到 自己还要靠张丽丽赚钱 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张丽丽的死 是在王帅赌博输了之后 喝酒买醉的一个夜晚 酒精上头的王帅 看着熟睡中的张丽丽 想也没想 便对她动了手 张丽丽怀孕 本就身体虚弱 还要被王帅强迫买山 现在根本没有力气反抗王帅 于是 张丽丽在王帅的殴打下 逐渐停止了呼吸 等王帅清醒过来 发现张丽丽死了之后 找来了一个铁箱 将张丽丽装了进去 沉入了河底 然而 尸体发生膨胀 铁箱浮出水面 张丽丽那已经足跃的孩子 还是出现在了铁箱之中 红衣 铁箱 尸生子 这些东西本就助长怨气 更何况张丽丽死前 本就怨气滔天 于是 张丽丽一心想要报复 这才找到了王帅 判官听完后 深感同情 但是 所有鬼魂都归地府管理 就算是张丽丽和王帅有仇 也不能放任她的孩子 吃掉王帅的魂魄 判官刚想开口宣布判决 却突然批见 张丽丽身上 有一个白色的小光团亮了一下 判官话到嘴边 又临时改口 张丽丽所作所为 有情可原 判其在地府劳作20年后 转世投胎 张丽丽一听 明显愣住了 她知道的 自己杀王帅的行为 就算是不落个下18层地狱 也是要接受巨大处罚的 可没想到 最终的判决竟然如此轻松 忽然 张丽丽脑海中 划过一张可爱的小脸 张丽丽瞬间明亮 也发自内心地笑了 她连忙磕头 接受了这样的处罚 至于她那可怜的孩子 则是直接被鬼叉 送去投胎去了 当天夜里 王帅的尸体 出现在了无人踏足的深山之中 不远处的狼群 似乎发现了尸体 绿色的瞳孔映射出寒光 诺诺感受着体内 源源不断涌入的功德力 舒适地眯起了眼睛 再努努力 就可以帮巴巴解除劫难了呢 诺诺小朋友 好心情地想着 楼上的林清风 看着诺诺软乎乎的小脸 低头发出一声浅笑 真好 诺诺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等白总的事情解决以后 她也就是时候离开了 毕竟 像她这种永远也不会死去的怪物 是不被允许出现的吧 第236章 不努力就只能继承家产了 几天后 在家闲得不行的白衣 悄悄地找上了诺诺 推开房门 诺诺正专心致志地 趴在她的专属儿童小书桌上 写着什么 白衣放柔了声音 诺诺宝贝 在干嘛呢 诺诺抬头朝着白衣 仰起一个大大的笑脸 四哥哥 诺诺在画画啊 白衣眉头一挑 来了兴趣 哦 画的什么呀 诺诺举起手中的画纸 四哥哥看 白衣低头望去 只见画纸上 已经用铅笔勾勒出了几个人形 只见画纸上最中间 是一个一身西装 身姿笔挺的男人 怀中抱着一个笑容明媚的小女孩 男人身旁站着一身迷彩服的男人 另一侧的男人 则是一身白大褂 再往右看 则是同样一身西装的白名利 还有一身休闲装的白衣 和双手插都有些酷拽的白云野 而一身白大褂的白苏身旁 则是凌然和凌清风 再然后 就是白衣亲爹亲妈 同样的白老爷子和苏婉 也没有落下 而在白老爷子的身旁 还有一个没有勾勒完的人形 白家的亲人 已经全部在画纸上了 剩下一个 只有一点点轮廓的人形 是谁呢 白衣很自然地问出了这个疑问 诺诺 是张爷爷 还有刘奶奶 诺诺还没有画完呢 还有喵喵 小黄 小绿 小蓝 诺诺掰着手指数着 身边之人一个也没有落下 小家伙干尽十足 细数家人的时候 大眼睛亮晶晶的 仿佛里面藏着星星 一般耀眼 白衣目光柔和 伸出大手 揉了柔诺诺的小脑袋瓜 小朋友的感情是纯粹的 你对他好 他就把你当成家人 或者重要的伙伴 如果换成是他 恐怕对小蓝小绿 这两只恶鬼 只会当成下属对待 诺诺画得很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四哥哥一下子就认出来 诺诺画的分别是谁了 白衣这话 没有半分的恭维 诺诺很擅长抓住人的特点 或许诺诺在绘画方面 有着不错的天赋 嘿嘿 真的吗 面对白衣的夸奖 诺诺不好意思地红了小脸 白衣 真的 四哥哥从不骗你 诺诺点了点头 但似乎想到了什么 随即气鼓鼓地插腰 才不是呢 四哥哥上次就骗诺诺了 白衣明白 诺诺指的就是 他把诺诺头发 捡毁了那件事 白衣叹息一声 看来这个梗是过不去了 那是意外 四哥哥不是故意的 诺诺撇了撇嘴 没在搭理白衣 白衣俯身靠近诺诺 帅气的脸上写满了委屈 好诺诺 别生气了 四哥哥不是已经让你出气了吗 诺诺哼急一声 转过头去 白衣转身 再次来到诺诺面前 好诺诺 四哥哥给你买礼物 买最漂亮最闪耀的珍珠 诺诺一听 眼睛都亮了起来 真的 白衣 真的 诺诺的小脸上 重新挂起了笑容 那好吧 白衣试探着开口 那诺诺 四哥哥想出去拍戴言 其实不是他不想在家躺尸 而是他进入娱乐圈 本来就惹得他爹不高兴 要是再得不到很好的成绩 他爹肯定会抓他回去继承家产的 管理公司什么的 可太累了 白衣深知自己不是这块料 他们家总共四个儿子 没一个愿意继承家产的 给他爹气的不轻 但是他认为 家里的集团给三叔也挺好的 正好他们几个都不想管理公司 可惜他估计 三叔不愿意接手白家的公司 估计到最后 还是得让诺诺出面求情才行 第237章 神秘来人 诺诺无所谓地摆了白手 四哥哥去忙吧 白衣满怀稀奇地看着诺诺 可四哥哥现在这个发型 肯定是没办法拍戴言的 所以四哥哥想改变一下发型 但是三叔那边 诺诺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 交给诺诺吧 白衣激动地抱着诺诺亲了好大一口 好嘞 四哥哥就知道诺诺最好了 诺诺骄傲地哼哼两声 小脸因为害羞染上了红韵 与此同时 一道黑影迅速钻入白墨涵所在的书房内 深夜 无人问津的深山之中 一团黑雾陡然出现 谁 黑袍男子本能地对着悄无声息出现的黑雾 生起一股恐惧感 夜明 一道阴冷的男生传出 明明轻飘飘的两个字 却让黑袍男子双腿一软 结结实实地跪在了地上 黑袍男子低下头 咬紧牙关 克制住心中的恐惧 怎么会呢 这种大人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发现了他的身份 特地来赶尽杀绝的 不 他不能死 哪怕是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他也不能就这样死掉 打定主意 黑袍男子缓慢地抬起头 却在下一秒 听见了一声冷笑 一个贪生怕死的逃兵 竟然也能在这方小世界中兴风作浪 黑袍男子动作一顿 心中的恐惧感不断增长 完了 对方果然知道了他的身份 你说 我现在杀了你 或是把你扔去神界 你该是什么下场 扔去神界 不 当然不行 神界对待逃兵的惩罚 可是非常残酷的 先是在逃兵身上 定下七七四十九颗销魂钉 后将人扔去疾风牙 四过百年 且不说这四十九颗销魂钉落下后 他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性 就这常年有着能将人 削成肉泥的疾风牙 都能直接要了他的命 想到这里 黑袍男子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黑袍男子跪着 爬到黑屋跟前 哭着开口 大人 大人救我 我不想死 我也不想回神界 我可以放过你 甚至可以借给你一些力量 让你成为这方世界的主宰 声音漫不经心的 对黑袍男子来说 却是带着致命的诱惑 黑袍男子心中一喜 当即朝着黑屋磕起了头 叶明 不过你必须帮我解决两个人 黑袍男子连忙回答 为了大人 小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呵 很好 随后 黑屋中似乎伸出一只手来 那大手轻轻一挥 一旁便凭空出现一面屏幕 屏幕中的两个人 竟然就是黑袍男子 惦记已久的两人 这不就是瞌睡来了 有人送枕头 这下好了 能够获得滔天的气韵 还能直接拥有 统治这方世界的权利 巨大的惊喜 冲昏了黑袍男子的头脑 他想也不想就硬了下来 甚至没有思考过 这叶明为何要让他去解决这两个人 叶明发出一抹满意的倾笑 随后大手一挥 将一部分力量 注入了黑袍男子的体内 记住 解决他们 否则 说着 叶明冷哼一声 剩余的话不言而喻 黑袍男子 连忙信誓旦旦的保证 大人放心 三天后您再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尸体 最好如此 留下这句话后 黑雾在空中消失 如果不是黑袍男子体内多出的力量 他真的会以为 这一切都是在做梦 此时 另一片天地中 第238章 来势汹汹 叶明皱着眉咽下嘴里溢出的鲜血 随手抓起一旁的魔物 吸光了对方的功力 直到自己的呼吸平缓下来后 叶明这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他本就身受重伤 强行在另一方小世界现身 更是消耗了他的功力 现在他把剩下为数不多的功力 都给了那个逃兵 只为了孤注一掷 如果那个逃兵成功 他就可以再休养百年 百年之后 神界最重要的两个位置空缺 他就可以一举拿下神界 如果那个逃兵失败 他左右不过就是失去一些功力 他在给那个逃兵的功力中 加了一些东西 能够保证自己绝对不会被出卖 想到这里 叶明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笑容 林渊 月矣 你们可一定要早点死啊 一天后 黑袍男子满意地 看着自己身体周围 萦绕着的黑色气体 如今 他已经将叶明给的功力 全部融入了自己体内 是时候完成他和叶明的约定了 黑袍男子起身 轻轻地瞥了一眼洞穴四周的猛兽们 兽类天生对危险非常敏感 紧紧一眼 他们便明白 眼前这个人类 如今变得非常强大 于是 猛兽们纷纷落荒而逃 终于赶走了碍眼的东西 黑袍男子心情极好的离开了山洞 另一边 诺诺正在幼儿园里 和小朋友们玩耍着 突然 诺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只见诺诺掐指一算 随后立刻找到了一旁的老师 诺诺拉着老师的裤腿 小脸不免带上了一丝焦急 可乐老师 诺诺想给巴巴打电话 老师蹲下身 一手揉了揉诺诺的小脑袋瓜 以示安慰 一手掏出了兜里的手机 好 诺诺别着急 老师 这就给白先生打电话 电话很快被接通 巴巴 出大事了 大哥哥 二哥哥 三哥哥 四哥哥 五哥哥 还有浩哥哥他们出事了 说到最后 诺诺甚至带上一丝哭腔 白沫寒心头一惊 但还是柔声安抚道 诺诺别急 爸爸马上来接你 突然 一道声音出现 不用了 我接诺诺走 这次是冲着你来的 我让凌然去接应你 看清楚来人后 诺诺眼睛一亮 慌乱的心瞬间安定了不少 白沫寒 好 护好诺诺 林清风 放心吧 林清风 简单和老师交代几句后 就带着诺诺离开了 老师也明白 诺诺的身份 自然是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诗虎虎 大哥哥他们 林清风 放心诺诺 我已经联系 秦年派人过去了 诺诺 诗虎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诺诺算不出来 刚才他只能感受到 几个哥哥身上的护身符 同时被破坏了 但是 他却算不出多余的东西 是那个邪修搞的鬼 他的目的是调虎离山 实际上 他是冲着你和白总来的 简单来说就是 白苏他们几个那边 遇到的 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东西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 把所有能用的人 都派去白苏他们那边 从而更方便 对付诺诺和白沫寒 但可惜 他们并不容易上当 诺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诺诺知道了 诺诺保护好巴巴就好了 林清风笑着 揉了揉诺诺的小脑袋瓜 小家伙还真是会抓重点 半个小时后 诺诺和林清风到达兰院 与此同时 凌然的电话打了进来 师傅 这些修 太提案猛了 凌然急得直接报了粗口 第239章 殊死一战 凌然文言掐指一算 没死就行 赶紧回来 哦 凌然应了一声 随即挂断了电话 刚才他们的车正行驶在大桥上 没想到对面的大货车 突然失控 朝着他们的车撞过来 凌然一眼就看出不对劲 那司机明显精神状态有问题 但他根本来不及解决 旁边的车辆也不知道怎么了 竟然也直直地朝着他们的车来了 就这样 两辆车前后夹击 如果不躲开 他们今天必死无疑 最后关头 白沫寒心一横 让司机将车开进了江里 白沫寒黑白通吃 以前自然也遇到过追杀 所以幸好 他的车全部都是经过特殊改良的 就算是进入江里 他们也能迅速从车里脱身出来 几人水性很好 不出意外的话 很快就能游上岸 但意外就出在 水里有很多邪修准备好的水鬼 而更糟糕的是 他们身上的符纸沾水后 全部失去了作用 眼看几人就要被水鬼吞噬 白沫寒身上突然爆发出一阵金光 水鬼们当场魂飞魄散 白沫寒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但是危险已经解除 于是快速游向岸边 凌然倒是看清楚了 刚才那道金光背后 明明就有白虎的影子 那可不是普通的白虎 能直接让恶鬼魂飞魄散的 想必只有诺诺养的那只喵喵了 二十分钟后 白沫寒一行人 这才抵达兰院 诺诺看见白沫寒的瞬间 就迎了上去 巴巴 白沫寒伸出双手 拒绝了诺诺的抱抱 爸爸身上是湿的 等爸爸换了干净的衣服 再抱抱抱 好 说吧 白沫寒转身上了楼 诺诺却盯着白沫寒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 咦 爸爸身上怎么有喵喵的血呀 喵喵张口解释道 因为我预知大主人会遇到危险 所以才把自己心头血给了大主人 他作为最尊贵的神兽 当然拥有预知危险的能力 凌然满脸震惊地盯着喵喵道 啊不是 喵喵你竟然会说话 喵喵嫌弦气地瞥了一眼凌然 我一直都会说话 只是懒得跟你说话而已 凌然 祸 这么说来 喵喵你真牛逼 喵喵再次翻了个白眼 凌然 好吧 又被鄙视了 凌清风 先去换身衣服吧 等会儿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凌然 好 不一会儿 白莫涵和凌然都换好衣服下来了 那个邪修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实力大增 恐怕是要和我们不死不休 凌清风脸色很是不好 以往他确实算到 懦懦会有一截 但没想到这一截会这么大 喵喵 我前两天感觉到 有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来了这里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凌清风反复琢磨着这几个字 喵喵点了点头 是的 他知道那个东西是谁 但现在不是说出来的时候 凌清风 那恐怕就是那个东西给了吗 邪修力量 否则那邪修不可能突然之间 变得如此强大 众人沉默着点了点头 凌然 我们不能继续被动下去 以我看不如主动出击 打他个措手不及 凌清风 我看行 况且那些阴邪之物 到了晚上会攻击大增 我们不能等到晚上 最好是趁现在就解决掉它 诺诺同意 诺诺软乎乎的小脸上 也写满了严肃 凌然 好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 第240章 喵喵 傲娇且牛叉 通过商量 众人最终决定 由凌然 小黄 小红留下来保护白莫涵 诺诺 喵喵和凌清风 一起去云山 虽然白莫涵担心诺诺 很想跟着一起去 但是凌然两句话 就让白莫涵打消了念头 凌然 白总您去帮不上忙 可能还会拖后腿 你要知道 邪修可是冲着你来的 白莫涵一听 虽然很心塞 但还是选择沉默 想当初 他白莫涵也是在江城叱咤风云的人物 没想到到了自己闺女这里 反倒是成了拖后腿的存在 白莫涵心中叹息 颓废感油然而生 凌然当然也察觉到 白莫涵低落的情绪 于是开口劝说道 白总 但是您有钱啊 诺诺想要什么 您都可以实现 这妥妥地打败 全国99.99%的父亲啊 白莫涵瞥了眼凌然 更颓废了 这凌然不如不劝呢 他难道不知道 诺诺现在除了直播外 其余的时间 都是一挂难求吗 甚至有的是家 为了求诺诺一挂 直接找到他 开出了一个亿的价格 当然了 他直接帮诺诺拒绝了 然后反手在自己拿来 专门给诺诺存钱的银行卡上 赚了十个亿 诺诺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区区一个亿 不要也罢 白才大气粗总裁 丝毫不觉得 自己的做法有任何问题 殊不知 现在外面世家圈内 都认为诺诺一挂难求 人家连一个亿都看不上呢 诺诺本人对此 根本一无所知 另一边 喵喵驮着诺诺和林清风 直接飞上了高空 林清风一脸震惊 不是 喵喵你会飞啊 喵喵 嗯 一直都会 林清风 但是你没有翅膀啊 你怎么飞起来的 喵喵 那你遇见飞行是怎么飞的 林清风恍然大悟 哦 也是 忘记这一查了 不过 如果我没猜错 这方世界是有天道的吧 你这样飞行 不会被天道制裁吗 他敢 喵喵轻飘飘的两个字 却威慑力十足 云层之上的某个白胡子老人 直接双腿一软 差点跪了下来 他哪里敢啊 这可是白虎啊 四海八荒最好战的白虎啊 除了天地和战神大人 根本没人打得过这白虎 更别说 他就只是一个小世界的天道了 他要是和白虎打架 那肯定三七开 三分钟 白虎七分饱 不是他吹 他个子还是挺大的 七分饱肯定没问题 真是奇奇怪怪的傲娇点 有了喵喵的加持 几人不过半个小时 就抵达了云山半山腰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上云山山顶 那是因为喵喵感受到 那个邪修就在半山腰附近 距离上一次来云山 这里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云山整座山都被阴邪的气息笼罩着 越靠近半山腰的地方 那股气息也就越浓烈 上一次来云山时 还能看见一些小动物 这次来的时候 别说小动物了 就连小鸟都不敢出现了 林清风皱起眉头 这些阴邪的气息中带上了死气 看来这些修士打算涂山 第241章 破阵 哼 胃口还真是不小 林清风环顾四周 很快就发现了死气萦绕的真相 诺诺 知道这死阵怎么破解吗 诺诺 知道 诗糊糊以前教过诺诺搭 林清风欣慰地揉了揉诺诺的小脑袋瓜 很好 我们现在先破了这死阵 不然这山上的小动物们恐怕撑不住了 诺诺 嗯 一般阵法通常是东南西北四处阵脚 加一处阵眼形成 而死阵不同 制成死阵需要消耗大量功力 并且一不留神 就会对阵法反噬 但是阵法一旦成形 这阵法中的所有活物都会被慢慢地吸干生机 从而将所有生机集中到阵眼上去 同时 死阵有八个阵脚 如果林清风没猜错的话 阵眼是在那个邪修身上 不过时间紧破 几人需要破坏八个地方的阵脚 一番商量后 几人决定兵分两路 喵喵负责东南方向的四处阵脚 林清风和诺诺负责西北方向的四处阵脚 一路上 偶尔会路过一些小动物的洞穴 看着小动物们无精打采趴着的模样 诺诺就恨不得立刻打死那个大坏蛋 很快 两人一同抵达云山西面 林清风环视四周 发现并没有适合藏匿阵脚的地方 而诺诺却盯着面前地上的落叶出了神 诺诺扯了扯林清风的衣角 指着面前的落叶道 诗虎虎 这里好奇怪哦 林清风呢喃道 这落叶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总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说着林清风从背后抽出桃木剑 刺向地上的落叶 很遗憾 落叶并没有反应 诺诺 咦 怎么没反应捏 本以为林清风会就此放弃 没想到下一秒 一道带火的符址飞向落叶 落叶被燃烧的一瞬间 竟然发出一道刺耳的惨叫声 伴随着一缕黑烟飘散 原本的阵脚也出现在两人眼前 林清风毫不犹豫地破坏了阵脚 阵脚被破坏后 云山上萦绕的死气都减少了许多 剩下的三处阵脚 两人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很快 两人解决了剩下的阵脚 回到了和喵喵约定碰面的地方 而另一边 喵喵的解决方式就非常简单粗暴了 在看出不对劲后 管他牛鬼蛇神 直接一巴掌拍死 所以 两人一虎几乎同一时间 回到了约定碰面的地方 八个阵脚都解决完了 那么接下来 就该解决剩下的阵眼了 没想到 几人刚走两步 便有一道阴森的笑声 从不远处传来 紧接着 几人所在的位置 开始被黑气笼罩 浓烈的黑气中 一个红色的物体 正朝着他们快速飞来 林清风双眸微微眯起 没想到这邪羞 竟然养出了鬼王 几人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林清风和诺诺手上的符纸 不要前世地疯狂扔出 喵喵更是一声呼啸 将周围的黑气 都震得消散了不少 然而可怕的是 诺诺和林清风扔出去的符纸 竟然没有半分反应 雕虫小记 一声冷笑过后 一名黑袍男子中午 出现在众人眼前 喵喵眸色一沉 眼中闪过杀意 果然 第242章 大结局上 动手 黑袍男人一声令下 周围瞬间出现无数厉鬼 将几人团团围住 哼 这下我看你们怎么逃 黑袍男子眼中闪过一抹 志在必得 仿佛已经联想到了 自己掌控这方世界的模样 看着黑袍男子得意的模样 林清风后 曹牙都快咬碎了 诺诺 摇人 诺诺快速反应过来 林清风的意思 于是将自己的小鼓笛 放在嘴边轻轻吹响 黑袍男子 看着诺诺的行为 眼中闪过一抹不屑 就算是你们找再多人过来 也抵不过我手中的 三百厉鬼 更何况 在场还有一只鬼王呢 然而下一秒 黑袍男子嘴角的笑容 当场僵硬 只见诺诺身旁 突然出现一个黑色大洞 洞中似乎有人走出 那人只是出现一个衣角 就让周围蠢蠢欲动的厉鬼 全部退到了三米开外 而那只鬼王 更是直接绕过黑袍男子 朝着男子的洞穴飞了回去 怎么回事 给我滚回来 黑袍男子 看着鬼王离开的背影 气急败坏的大吼 然而他的命名 在这一刻却不管用了 鬼王听见他的话后 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停顿 黑袍男子谋色一沉 随后晃动起了手中的铃铛 铃声响起的瞬间 鬼王停下了动作 转而快速回到了黑袍男子身旁 虽然鬼王对男子格外听话 但看鬼王的表情很明显是不情愿的 不过他的身体却不受控制 而与此同时 诺诺摇的人也完完整整地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阎王叔叔 看见来人 诺诺甜甜出声 阎王声音柔和道 小祖宗遇到麻烦了 诺诺气呼呼地一手插腰 一手指着黑袍男子控诉道 嗯嗯 这个坏人想害巴巴 太讨厌了 阎王这才抬眸打量起了黑袍男子 然而紧紧一眼 黑袍男子心中便泛起冷意 那是一种来自强者的威压 他明白 眼前这个被称之为阎王的男人 是他惹不起的存在 竟然和魔王勾搭在了一起 怪不得能短时间内制造出鬼王 阎王眉头一挑 声音中夹杂着一丝意外 与此同时 阎王大人大手一挥 周围便出现无数鬼叉 那些鬼叉动作迅速地将四散而逃的厉鬼们抓了起来 黑袍男子明白 自己失败了 然而他刚想逃跑 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动弹 原来 诺诺刚才已经悄悄地将定身符丢在了黑袍男子身上 只不过刚才黑袍男子注意力都在阎王身上 再加上他对诺诺的轻敌 认为一个小朋友根本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所以他并没有注意到那个小小的福祉 你 竟然 黑袍男子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诺诺 诺诺则是骄傲地养着小脑袋瓜 发出一声轻哼 这时 喵喵走上前 指示着诺诺的双眼 那双眼睛似乎有什么神奇的魔力 将诺诺看得灵魂一颤 主人 喵喵的声音带着从未有过的低沉 而诺诺周身的气息 也在此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诺诺再次睁眼之时 眼中的冷漠似乎能让人坠入深渊 第243章 大结局下 喵喵立刻匍匐在地 就连一旁的阎王也朝着诺诺微微俯身 做出恭敬的模样 恭迎主人 诺诺微微汗手 嗯 起来吧 喵喵瞥了一眼动弹不得的邪修道 主人 这个叛徒怎么处理 诺诺转身看向一旁的阎王道 阎王老头 你看他像什么东西 阎王深深地看了一眼邪修道 似人非鬼 诺诺眉头一挑 饶有兴致道 哦 那你们地府的东西 用在他身上管用吗 阎王点了点头 管用 当然管用 诺诺将他带回地府 好好照看 阎王当即明白了诺诺的意思 是 说吧 阎王便闪身上前 大手一挥 一道铁链 直接将邪修捆了起来 事到如今 邪修怎么可能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 能够指使阎王做事的 在他们天界 除了天帝和战神外 再找不出第三人 虽然他只是天界的一个小仙 但战神身上独有的气息 很难让人认不出来 当初天界神魔大战 他身受重伤当了逃兵 但天界对待逃兵惩罚是很严重的 所以为了不受惩罚 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自己剃了仙骨 逃到了下界 俗话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就算是没了仙骨 在这小世界中 必然也是可以呼风唤雨的存在 没想到 战神大人竟然会来到这方小世界 怪不得魔王大人会突然和他合作 原来是要借他之手 除掉战神大人 想到这里 邪修突然想开口 也许把魔王的消息 告诉战神大人 可以将功折罪 然而 他心中刚出现这个想法 浑身的骨头就如同被声声折断一样 疼得他说不出话来 很明显 这是魔王的手笔 在场的人 自然也是注意到了邪修的异样 不过看诺诺并没有反应 阳王也没说什么 那小祖宗 我先走了 诺诺 嗯 随后 阳王拎着邪修离开了 喵喵 主人 那个叛徒身上有魔王的气息 诺诺 嗯 我刚才感觉到了 那主人 魔王那边怎么处理 诺诺 你去通知 清语送夜明一份大礼 喵喵 是 清语是天界的上神 对待身受重伤的魔王 虽然不至于直接弄死 但是至少能让他百年内再也无法动弹 这就足够了 等百年后 天地和战神回归天界 到那时在辛仇旧恨一起算 喵喵回应完后 也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 而诺诺则是双眼一闭 小腿一软 倒在了林清风怀里 林清风叹息一声 将人带回了兰院 他是个聪明人 什么该说什么 不该说他还是知道的 况且他大概能猜到 诺诺会在这个世界正常地过完一生 而战神几乎不会出现 除非迫不得已 现在唯一的危机也解除了 以后诺诺还是他最疼爱的小徒弟 只不过 看诺诺的身份不简单 想必白总的身份也不简单吧 就是不知道白总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林清风想着想着 思绪逐渐飘远 与此同时 天界 一女子正在庭院中休闲地喝着茶 突然 一道流光划过她的身旁 女子本能地警惕起来 下一秒 白虎硕大的身影出现在庭院中 见来人是白虎后 女子松了一口气 小白虎 你怎么回来了 喵喵 叶明没死 还给主人添了麻烦 主人让你去给他送份大礼 女子点头应下 好 随后 喵喵起身准备离开 唉 就走了 喵喵 嗯 我要回去陪着主人 留下这句话后 喵喵又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 女子也就是轻语上神 随即也起身 准备送给叶明的大礼去了 魔王叶明一直想要霸占天界 屠戮众生 而神爱众生 自然不允许魔王作乱 于是 神魔大战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战争持续了上百年 最终以魔王的身受重伤结束 天地凌渊 也因为身受重伤神魂受损 而陷入沉睡 战神越以此时主动去到下界 寻回天地的神魂 凌渊因为只有一部分神魂掉落小世界 所以并不能拥有 作为天地时的能力 不过即使他没了那些能力 在小世界中也依旧是呼风唤雨的存在 白莫涵身上的大气韵 一部分也来自于凌渊的神魂 而月宜在进入小世界前 封印了自己的神魂 这才看起来与正常人没有区别 除非遇到重大事件 否则他的神魂不会被唤醒 他也会一直以白诺的身份生活下去 一切尘埃落定 诺诺依旧是那个 乖巧可爱又懂事的小朋友 有哥哥们和爸爸的陪伴 小家伙的生活每一天都充满了幸福 请不吝点赞订阅